第九节清末明初 一、社会 一、一丰一俗简便子用洋力众人权 二、妇女地位的提高男女共学女子参政 参军妇女解放意识高涨 男女社交公开 二、教育新知识分子崛起 传统知识分子新知识分子 原自是或是大夫清末明初一批受过新式学堂 留学教育培养出来的新知识分子 特色一、是位居四名之首、是农工商 二、通过科举取得功名 在乡为生、初而为官、有身份、有地位 一、不再执着功名 他们拥有新知识、新人生观与价值观 三、不必拼命于科举 二、造成学界风潮的主角 他们对社会现状会发出不平之名 又能传播新观念 三、深入各职业团体 带动社会变革 他们走入社会后承担不同工作 于是有工商业者、新闻记者、律师、新学堂教师、工程师、医师、护士等新职业 他们进一步团结、强力带动社会的变革 适合生存空间乡村城市 共同典议天下位已任 第十节中国人的觉醒 一、新文化运动 一、倡导人、陈独秀、蔡元培 二、主张、推行白话文学翻译西方文学新式标点符号开始流行 二、五四运动 一、原因 民国八年五月四日抗议巴黎和会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给日本 二、经过 学生向各国提送抗议书 找政府外交官员算账 发动大罢课 三、结果 北京政府在六月承办官员 拒签合约 三、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的影响 一、全盘西化 引进德先生、赛先生 德先生、democracy、民主一、民主指的是反对专制、独裁、建立西方式的民主共和国 二、反对就有的专制、政治、推销依附在旧制度上的旧伦理和旧道的中国传统文化被看成民主、科学的敌人 儒家思想受到严厉抨击、知识分子高呼、打倒孔家殿 赛先生、Science、科学 科学是要提倡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 反对迷信、盲从、以科学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 二、马克思主义流传中国、西方各种学说都被视为旧式良方 马克思主义渐渐在知识界中流传开来 第十五章中国史 历代大事纪要 第一节中国的古文明 一、中国旧石器早期的人类是北京人 晚期的人类是山顶洞人 二、中国文化起源是多元病例 北方有养韶文化、龙山文化、半坡文化 南方有河姆渡文化、大西文化 三、中国传说中的第一位共主是皇帝 姚宇顺传贤不传子 称为善让、反应部落联盟时代的军卫推选方式 四、中国第一个家天下的王朝是夏朝、夏、商、周和称三代 是考古学家所称的青铜时代 五、商朝前其经常迁都 后其盘根定都于英 所以商朝又称英商 商朝末年咒王朝政府败 被周武王所灭 第二节封建与大一统 一封建、周代 一、周文王定都于稿 武王起兵灭英后 分封管书、菜书或书间是五根统治的英移民 号称三间 二、周公东征 平定东方的管菜之乱 重定封国 建立东都洛邑 并制定封建理治 稳固周人的统治 三、周幽王引起犬荣入侵被杀 平王继位、千督洛邑、始称东周 四、东周前其是春秋时期 武霸真盟、后其是战国时期 七雄并起、韩、赵、魏、楚、燕、其、秦、秦、战争不断 五、秦孝公用商鞅变法图强 秦国向东方扩张 秦王嬴政即位后 灭东方六国统一天下 二大一统 秦汉帝国 一、秦王嬴政建立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大帝国 他自称始皇帝 被封建统一文物制度 修持到长城 二、秦王后 楚汉相争五年 项羽兵败 刘邦即位称帝 定都长安 建立汉朝 三、汉朝明君是汉武帝 他建年号 征讨朝鲜 匈奴 开通西域 汉朝国力达于吉盛 四、汉末外戚王莽窜夺地位 改国号新 新莽末年 天下大乱 刘秀薛平群雄 定都洛阳 史称东汉 后汉 五、刘秀中兴汉氏 史称光武中兴 东汉中旗 外戚与宦官不断循环斗争 导致东汉的衰微 第三节分裂与再统一 一分裂 魏晋南北朝 一、分 三国鼎立 一汉末群雄歌剧 曹操携持汉献帝 掌握大权 消灭地方歌剧势力 统一北方 二、赤壁之战 孙权与刘备联军大败曹操 曹操退回北方 为曹魏、汉、蜀汉 吾三分天下局势行程 二、和、西境的短暂统一 一、曹魏、曹魏末年 属汉被灭司马延篡位 建立晋朝西境灭东吴 天下统一 二、西境末年 匈奴人、匈奴人刘渊起兵 攻陷洛阳、近怀帝被俘 使称、永家之祸 三、分 南北对立 一、第一阶段 五湖十六国与东晋对立 一、北方、湖人建国 行程长达一百多年的 五湖十六国 局面 使称、五湖乱华 二、南方、狼邪王司马瑞 在建康即位 使称东晋 二、第二阶段 南北朝对峙 A、北方 先被族建立的北魏 所统一北方 北魏与南朝形成 南北对峙的局面 B、南方 刘豫建立宋 开始历史上的南朝 南朝立宋 其、梁、陈四代 均建都建康 四、和 阳间窜北州 建立隋朝 隋文帝开皇九年 隋灭成 南北统一 结束东汉末年以来 长期分裂的局面 二、再统一 隋唐帝国 一、隋文帝秦正爱明 建立开皇之制 他和儿子隋阳帝从事多项建设 迎建兴兜 广设粮仓 开凿运河 二、隋阳帝秦高丽 巡游江都 激起人民反抗 里渊起兵灭隋 建立唐朝 三、唐太宗 李氏明须新纳建 建立贞观之制 他灭东突厥 西北各族君主 纷纷归顺 献上天克 寒称号 四、武则天带唐自立 改国号州 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女皇帝 他重视科举 但死后唐氏恢复国号 五、唐玄宗李氏明统治初期 建立开元之制 但晚年宠爱杨贵妃 导致发生安史之乱 最后赖郭子宜平顶 六、唐朝后期翻证歌剧 宦官乱阵 政治黑暗 中爆发皇朝之乱 皇朝祥江朱温最后代唐自立 唐王 七、五代十国是唐末翻证歌剧的延续 五代建国于黄河流域 十国建国于长江流域和山西 第四节多民族的竞争与融合 一、宋辽经的相侦 一、宋朝照匡应所建 定都开封、汴京 以强干弱之为基本国策 集权中央、弱化地方、仲文清武 二、辽魏契丹族所建 五代取得燕云十六周 宋真宗时辽入寇 宋辽签订禅渊之盟 维持了一百多年的和平 三、西夏为党向祖所建 宋人宗时赵元昊起兵叩编 宋下战争时贸易中断 最后西夏向宋称臣 恢复贸易 四、宋神宗时 王安时变法 以赴国强兵为目标 但新政受到旧派反对而失败 引起新旧党真 五、今为女真族所建 首领完颜阿古打起兵灭辽清宋 最后攻陷汴京 俘虏宋徽宗、清宗 使称靖康之祸 六、宋朝官明拥立清宗之地位帝 侍卫宋高宗 他建都陵安、杭州 行臣偏安局面 使称南宋 七、南宋初年 岳飞起兵抗京 但被宋高宗和秦桧以莫须有罪名处死 南宋与京定多次丧权辱国的合约 二、元帝国、蒙古帝国 一、铁木真统一蒙古诸部 称臣吉思汉 他和继位的窝阔台汉 蒙哥汉发动三次西征 消灭西夏、京朝 二、忽必烈平定蒙古内乱 建国浩元、定都大都、北京 是魏元氏族 他发兵南下、消灭南宋 统一中国 三、元帝国是第一个统一全中国的外族政权 但因种族歧视政策失当 立国只有九十年 第五节地治时代晚期的荣光 一、大明帝国 一、元末、朱元璋起兵 建立明朝、定都南京 国号洪武、世卫明太祖 二、明太祖改革内政 恢复生产 但废除丞相 杀戮功臣 分封朱子卫王 衍生不少内政问题 三、明慧帝集位 实行消翻 燕王朱立起兵南下 攻陷南京自立 侍卫明成祖 使称靖南之便 四、明成祖迁都北京 派正和下西洋 明朝国威远波 奠定日后华侨在东南亚的社会 经济基础 五、明神宗时 大学市张居正实行改革 行一条边法 派七纪光镇守北疆 但死后遭抄家夺绝 改革中断 六、明末 辖西发生饥荒 行成流寇 势力最大的流寇 李自成功献北京 明司宗上调逊国 明王 二、大清帝国 一、明朝中叶 女真族首领 努尔尔哈赤起兵 建国号京 后京 清太宗皇太极即位 改国号清 改族明满洲 二、明末山海关总兵 吴三桂将清 引清兵入关 消灭流寇与南明势力 清胜祖即位 平三番之乱即攻克台湾 三、清圣祖年号康熙 清世宗年号雍正 清高宗年号乾隆 前后一百四十年期间是清朝盛世 和称康雍干盛世 四、清朝以怀柔与高压 并纪方式统治中国 三、怀柔 礼藏民司宗帝后 开科取士 以奖励学术为名 广征明朝以老参与编撰 明史 四库全书 四、高压 屠杀各地抗清人士 逼迫汉人至法流变 严禁立盟结社 屡新闻自语 五、清朝是统一全中国的第二个外族政权 文治武功都可辟美汉、唐 显见他们的统治方式 比蒙古人建立的元朝高明许多 第十六章 中国史 近代大事纪要 帝国日暮 1842、1860 一、外患 一、中英交涉 英国与乾隆与嘉庆年间派使臣来华 要求清廷改善对华贸易 但因跪败问题而未有结果 二、鸦片战争 清到光年间 中英爆发鸦片战争 中国战败 签订南京条约 割香港 开放五口通商 三、英法联军 清闲丰年间 英法联军攻陷北京 定立北京条约 俄国趁火打劫 定爱魂条约 北京条约 占领中国东北大片土地 二、内乱 太平天国启示 建都天津 南京 以宗教治国 曾国藩组成乡军与之对抗 最后打垮太平天国 第二节天朝梦醒 1860-1895 一、自强运动 洋务运动 1860-1894 一、内容 以外交治标 以自强治本 致力于军事国防的现代化 二、重要措施 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设招商局 派遣驻外使劫 派留学生出国 三、失败原因 自强运动 缺乏整体规划 加上守旧势力的阻碍 其成绩不能和同时期的日本明治维新相比 二、甲午战争 1894-1895 一、日本的扩张 日本明治维新后 向外侵略台湾 琉球 朝鲜 1894年 与甲午战争爆发 中国战败求和 李鸿章与伊藤博文 签马关条约 割台湾 彭湖 辽东半岛 后来三国干涉海辽 允许日人可在通商口岸设厂制造 二、影响 甲午战败 列强意图瓜分中国 划分势力范围 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 希望分一杯羹 第三节维新变法的挫折 1895-1911 一、变法 光绪皇帝采纳康有为 梁启超的主张 实行变法维新 百日维新 但此喜发动物须政变 新法失败 二、八国联军 义和团势起源自民间的排外组织 庚子年间 1900 进入北京 杀害外国使臣 引发八国联军入京平乱 逼迫中国签订薪酬合约 赔据款 销炮台 中国门户洞开 大清王朝威望遗落千丈 三、日俄战争 1904年 日俄两国因东北利益开战 俄国战败 但中国东北利益从此遭到两国瓜分 第四节 辛亥革命与红线帝制 1911-1916 一、革命运动 体制外革命 孙中山于甲武战争之后于檀香山成立新众会 1905年于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 前后发动十次革命 其中以广州329支一规模最大 二、立宪运动 体制内改革 日俄战争 日本胜利 立宪运动兴起 保皇党与立宪派合作 要求清廷要求召开国会 制定宪法 但清廷无新改革 立宪派倒向革命派 三、辛亥革命 1911年 武汉革命党人趁四川保路运动之际起 是各省响应 革命成功 成立中华民国 四、红线帝制 孙中山担任林时大总统 袁世凯压破清廷退位 以取得林时大总统之位 刺杀宋教人镇压 第二次革命脅迫国会选员 为正式大总统 谋为终身总统 承认日本二十一条改民国五年 一千九百一十六 为红线元年 正式称帝各方反对云南护国军 桃源取消帝制 袁世凯病死 五、原死后之政局 内阁总理段祺瑞宣布 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 总统黎元宏反对 黎元宏与段祺瑞之争 张勋入京发动 复辟复辟失败 中国政治实权操纵在 北洋军阀手中 革命再起 19161928 六、军阀与反军阀 一、军阀 北方军阀 晚系、直系、奉系 为中央政权而混战 南方军阀 滇系、贵系 但求自保 二、反军阀 护法运动 孙中山魏维护临时约法 在广州成立中国民国军政府 但受西南军阀与陈炯明叛变而失败 七、中共的成立 一、民国十年 中国共产党在苏联共产国际支指示下成立 以暴力夺权 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为目标 二、民国十三到十六年 国民党联合荣共 国共第一次合作 蒋中正宣布青党 共党活动转入地下 八、蒋中正与北伐统一 一、民国十三年 国民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 以俄为师 成立黄埔军校 任命蒋中正为校长 二、民国十五年 国共合作 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 一、民国十六年 四月 国民党、清党 定都南京、宁、南京、汉、武汉 分裂 七月 宁、汉复合 国共决裂 二、民国十七年 日本为阻止中国统一 出冰山东 制造五三惨案 三、民国十七年底 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 张学良宣布东北归顺国民政府 中国在形势上完成统一 第五节十年 深据教训 1928、1937 一、民国十七年至二十六年 南京国民政府最能积极建设的时代 一、政治方面 中国国民党依据孙中山的规定 实行训政 以党治国 以党建国 二、经济方面 实行避制改革 费两改元 发行纸币 法币 三、社会方面 蒋中正发起新生活运动 矫正社会风气 四、军事方面 成立军事委员会 修筑南京防御体系 实行征兵制度 高中以上学校实施军训 二、内忧与外患 一、内忧 中共的叛乱与西安事变 A民国十九年 国民政府展开五次围超 试图消灭盘踞在江西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武装集团 B民国二十三年 毛泽东率军突围 展开二万五千里长征 并在遵义会议后成为中共领袖 共军最后逃到辖北 一、民国二十五年 张学良与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 挟持蒋中正 要求停止超共 出兵抗日 事变以和平落幕收场 国共二度合作 联手抗日 二、外患 日本的侵略 A民国二十年 日本发动九百一十八事变 占领中国东北中国向国际联盟控诉无效 B民国二十一年 日本发动一百二十八事变 侵略中国上海双方签订停战协定 C民国二十二年 日本在东北成立为满洲国 以溥一位傀儡皇帝 接着又侵略华北 第六节八年艰苦抗战 1937、1945 一、岛火线 民国二十六年的七十七事变 日本进攻北平 二、战争前期 民国二十六年至民国二十七年武汉会战 一、八百一十三松户会战 粉碎日本三月王华梦想 二、南京大屠杀 日本屠杀南京城中三十万百姓 是日本侵华的重大罪行 三、台儿庄大劫 中国军队第一次大胜日军 但日军仍占领中国华北与华中各地 三、战争中期 民国二十七年武汉会战结束至民国三十年底 一、日方 切断中国对外交通 扶植汉奸汪兆明在南京成立傀儡政权 二、我方 退入山区 平显固守 并以游击战消耗日军战力 四、战争后期 民国三十年 抵制民国三十四年 民国三十年太平洋战争 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 太平洋战争爆发 中、美 应开始并肩作战 民国三十一年联合国宣言 三、中国参与二十六国签署联合国宣言 四、蒋中正担任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 民国三十二年 中美、中英签订平等新约 三、英、美宣布放弃在华特权 令定平等新约 四、中国成为世界四强之一 开罗会议中 美、英的开罗会议 决定战后东亚的国际新形势 民国三十三年 日本打通大陆交通线 青年从军运动四盟军的欧洲第一策略 中国战场未受重视 五、四月 日本企图打通大陆交通线震动昆明和重庆 六、八月政府号召青年从军 组成青年军 远征缅甸 打通中印公路三 民国三十一年 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 解英军之围 四、打通中印公路 有助战局扭转 民国三十四年 日本投降 三、美国在广岛 长期投下原子弹 日本无条件投降 四、中国八年对日抗战 终获最后胜利 第七节战后 中国 一、国民政府失去民心原因 通货膨胀 接收人员的贪污腐化 伪军收编问题 过分依靠美国做靠山 二、国共内战 一、九四五、一、九四九 一、民国三十四年至三十八年 共产党发动内战 美国特使调停无效 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 二、民国三十八年 共军渡过长江、南京失守 国民政府迁台、海峡两岸分裂的局面形成 三、中共政权的演变 建国 建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都北京 毛泽东为领导人 出兵 中共建国后 以抗美援朝为民出兵韩国 强化东西方对治局面 文革浩劫 毛泽东为夺权发动文化大革命 组织红卫兵破坏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陷入一片混乱 敬涛先后掌舵 中国的共产体制面临时代考验 四、中华民国在台湾 一、蒋中正、蒋经国时代 A、政治上、实行戒严、民主宪政打折扣 B、经济上、推动土地改革、实行经济建设计划 台湾迈入工业社会 二、李登辉时代 二、李登辉时代推动民主改革 开放总统直接民选 三、陈水扁时代以新政府为号召 推动民主政治 第十七章中国史 历代文化特色 商代 一、社会、商人的思想和生活 全为宗教所笼罩 应需发现的甲骨文 大多是商人不问鬼神留下来的补词 二、科技成就 一、商人创造的立法 以天干地支来相配祭日 六十日为一周期 沿用三千多年 二、铜锡合金的青铜器 兼具实用和艺术价值 第二、洁锡周时代 一、社会 封建社会是周代社会的特色 其共可分成三大阶层 贵族、平民、奴隶、代代相成 不能流动 二、经济 周代实施景田制度 土地为贵族所有 由贵族分配给农民耕作 第三节春秋战国时代 一、社会大变动的时代 三、原因 封建解体 贵族没落私人讲学兴起 平民受教育越来越多 各国竞争激烈 国家为财 适用贵族仰视盛行 四、结果 不依倾向之局 例如苏晴、张仪、范居 二、经济工商业发达 四、贵族没落 工商业者逐渐成为自由经营者 五、交通便利 各国物产互通有无 经营工商可以致富 六、国军提倡 各国为增加财富 纷纷提倡工商 商人地位提高 三、学术思想 诸子百家学说盛行 五、儒家 孔子为代表人物 主张人正 有教无类 儒家的两大派别 孟子主张人性本善 荀子主张人性本恶 六、道家 老子 庄子为代表人物 主张清静无畏 顺其自然 七、墨家 墨子为代表人物 主张以公立主义 为出发点 倡导 兼爱 与 非公 八、法家 韩非子为代表 主张用刑罚 权术和威势来操纵 臣下 控制人民 并以君主利益为出发点 讲求富国强兵的方法 第四节秦汉时代 一、社会 汉武帝实行举荐少年制度 汉代社会风气为之一变 二、经济 三、张迁通西域 思路 从长安京敦煌 西域到大秦 罗马帝国 中国思之品 不断经由这条商路运往西方 四、汉武帝实施盐铁酒专卖 扩充国家裁员 三、统一思想 三、请使皇位统一思想 不惜焚书坑儒 四、汉武帝罢处百家 独尊儒数儒家思想 成为此后两千年学术思想的主流 四、史学 一、西汉司马迁传 史记 记载皇帝到西汉初年的历史 是中国最早的记传体通史 二、东汉班固传 汉书记载西汉一带的历史 是中国最早的记传体断代史 五、科技成就 一、天文 张恒使用魂天仪和地动仪 来推算天体的运行和测定地震的方向 二、医学 西汉的淳于义会用针灸 东汉的张基有医圣之称 三国的华陀擅长外科手术 三、造纸术 蔡伦综合前人的经验造纸 书写材料的进步 加速了教育普及和文化传播 第五节位进南北朝 一、社会 世家大族的社会 因为曹卫时代实行九品官人法 造成上品无寒门 下品无士族的现象 二、经济 东吴 东晋与南朝等六朝历都健康 开始大规模开发江南 中国经济中心逐渐由北方迁到南方 三、思想 清潭与玄学盛行 因为世人逃避现实 以潭玄论理为寄托 清潭之风大盛 四、宗教 一、西汉末年传入中国的佛教 魏晋南北朝大圣 南朝两五地的好佛 史上少见 二、道教是中国本土宗教 东汉末年称为五豆米道 魏晋之计改称天师道 信徒越来越多 第六节随唐时代 一、社会 大唐文化受到西域文化的影响 呈现出兼容并蓄的色彩 长安是当时中外商旅聚集的大城市 二、文化交流 三、中西文化交流 中国的造指数在唐玄宗时由大石人西传 外国的井教、回教、摩尼教传入中国 四、东亚的唐化 日本推动大化革新 学习大唐文化 日本文字是模仿汉字而来 朝鲜半岛上的新罗的唐化更是彻底 第七节宋辽京元时代 一、社会 三、科举盛行 塑造世代府文化 形成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的社会价值观 四、教育发达 官府所设立的官学 特别是太学和民间设立的书学都很普及 二、经济 四、国际贸易发达 全州、广州等大港口设有市博司管理 市博的税收成为国库的重要收入 五、货币的发行 宋朝开始发行纸币 称为交子 惠子元朝的纸币称为保钞 六、城市生活 唐朝有房市制度 宋朝取消商业区与住宅区混合 汴京、临安 大兜都是当时的大都市 瓦子、戏院、镇店、酒楼、夜市林立清明上和图 三、思想 理学是宋代思想的主流 南宋的朱熹市及大臣者 这有四书及著、一书 四、科技 五、代表性科学家 宋朝省阔着有 孟西彼潭 元朝的郭守静制定寿实力 六、火药 唐末已使用火药剑 宋经 经蒙交战时军使用大量的火器 七、印刷术 北宋时必生改良印刷术 元代的王真静而制成木活字 并创造轮盘排字盘 八、指南针 宋朝由于人工瓷画法的禁法 指南针开始运用于海上导航 五、史学 司马光编撰、资质通鉴 既宰战国时代到五代史事 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 元代史诗种族歧视制度 社会分成四大阶级 一蒙古人政权的主体是蒙古贵族 从中央到地方的重要官职 都由他们担任 二、色木人西域各族和西夏人 常于理财、多任财政、负义等要职 三、汉人原来受经朝统治的汉人 契丹人、女真人 无论在政治、法律或科举考试方面 都备受歧视 四、男人江南的汉人 第八节明清时代 一、社会 三、科举制度下 拥有公民的世人与官员形成 世身阶级、身份地位、生活一致 与庶民有很大区别 四、清代满洲人以外族入主中国 满汉地位不平等 社会上形成满汉之分 但满洲人不久与汉人融为一体 二、经济 三、农业 移民肯荒推广早熟到美洲作物 番薯、玉米、花生、马铃薯传入中国 四、工商业 西的景德镇、瓷器、江苏的盛泽镇、思之品 三、教育选任人才以科举制度为主 三、科举制度分相识 及格称为举人、会试、殿试 及格称为近试 三、三阶段 通过考试可以认官 享有特权 四、八股文成为明清科举制度 与学校教育的核心 取式制度僵化 使世人思想深受闭塞 不利于人才培育 四、文学 明清文学以小说成就最高 三、明代 三国演义 水湖传 西游记 四、清代 红楼梦 辽斋志义 五、科技 一、李时珍的 本草纲目 修正许多医药典籍的错误 记载各种药物 药方 有插图可供辨认 二、送应新的 天公开悟 记载各种农业和手工艺技术 是中国传统生产技术的集大成之作 六、文化交流 三、中西贸易的出展 葡萄牙具有澳门 作为发展东方贸易的据点 从事亚洲与欧洲之间的香料贸易 西班牙以殖民的菲律兵位中间站 进行中国与美洲之间的贸易 中若望南淮人 A、主掌清天坚制定实现力 B、造西式炮宠 清圣祖命教室赴各地测量 会成黄于全揽图 是第一部有经违线的中国地图 第九节清末明初 一、社会 三、一丰一俗简便子用洋力众人权 四、妇女地位的提高男女共学女子参政 参军妇女解放意识高涨 男女社交公开 二、教育新知识分子崛起 传统知识分子新知识分子 原自是或是大夫清末明初 一批受过新式学堂 留学教育培养出来的新知识分子 特色一、是位居四名之首 是农工商 二、通过科举取得功名 在乡卫生 初而为官 有身份 有地位 四、不再执着功名 他们拥有新知识 新人生观与价值观 不必拼命于科举 五、造成学界风潮的主角 他们对社会现状会发出不平之名 又能传播新观念 六、深入各职业团体 带动社会变革 他们走入社会后 承担不同工作 于是有工商业者、新闻记者、律师、新学堂教师、工程师、医师、护士等新职业 他们进一步 他们进一步团结 强力带动社会的变革 适合生存空间乡村城市 共同典议天下位已任 第十节中国人的觉醒 一、新文化运动 三、倡导人、陈独秀、蔡元培 四、主张 推行白话文学 翻译西方文学 新式标点符号 开始流行 二、五四运动 四、原因 民国八年五月四日抗议 巴黎和会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给日本 五、经过 学生向各国提送抗议书 找政府外交官员算账 发动大罢课 六、结果 北京政府在六月承办官员 拒签合约 三、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的影响 三、全盘西化 尹静德先生、赛先生 德先生、Democracy 民主三、民主指的是反对专制、独裁、建立西方式的民主共和国 四、反对旧有的专制政治 推销依附在旧制度上的旧伦理和旧道德中国传统文化被看成民主、科学的敌人 如家思想受到严厉抨击、知识分子高呼、打倒孔家殿 赛先生、赛先生、科学 科学是要提倡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 4、反对迷信、盲从、以科学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 4、马克思主义流传中国、西方各种学说都被视为旧式良方 马克思主义渐渐渐在知识界中流传开来 http-usr.nksh.tp.edu.tw-teachingweb-tjq 中国近代史、第二册、目录 第七章帝国日暮三 第一节当东方遇到西方三 第二节鸦片战争四 第三节太平天国的悲剧七 第八章天朝梦醒九 第一节自强运动九 第二节甲午战争十 第九章维心变法的挫折十三 第一节戊戌戌变法十三 第二节义和团与八国联军十四 第十章辛亥革命十七 第一节孙中山与中华民国建立十七 第二节原是凯与红线地治十九 第十一章中国人的觉醒二十二 第一节清末明初的社会变迁二十二 第二节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二十三 第十二章革命再起二十六 第一节军阀与反军阀二十六 第二节中共的成立二十八 第三节蒋中正与北伐统一二十九 第十三章十年生剧教训三十二 第一节黄金十年三十二 第二节内忧外患三十四 第三节毛泽东与中共的武装歌剧三十六 第十四章八年艰苦抗战期间三十九 第一节全面抗战三十九 第二节中国之巨变四十一 第十五章战后中国四十四 第一节中共政权的演变四十四 第二节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发展四十五 第十六章回顾与展望四十八 帝国日暮 当东方遇到西方 一天朝帝国逢劲敌 一十六世纪以前的中国东亚大帝国 一经济以农为本 二社会由大族士生控制 三学术风气自是为世界中央上国 二十六七世纪以后西方逐渐领先 一中国原地踏步 一世界中心边陲 二强势文化弱势文化 三帝国的开拓闭关自首 二西方近代科学的兴起 二陌生人东来叩关 一背景 一新航路的发现 十五六世纪欧洲人发现新航路 改变了世界的格局 二帝国主义的流行 东方逐渐沦位殖民的 二陆县 一海陆 葡萄牙人 西班牙人 荷兰人 英国人 法国人 美国人 二陆路 俄国人 三结果 一海陆南北包抄 中国县于两大势力包围的剪刀口上 二古老的中国不能紧闭大门了 三英国使臣来华扣关 一积极之音 一十八世纪工业革命后 英国成为世界最强的帝国 二英国占有印度殖民的后 积极拓展中英贸易 二来华使者 马加尔尼阿美士德 时间前隆58年 1793 嘉庆年间 经过一 第一个正式来华的英史结团 二 借口 祝贺清高宗八十大寿卫名 三 使命 改善对华贸易 中英平等通使定约二十多年后 英国派使者阿美士德东来 结果一 清廷依照天朝制度 将他当 应吉利共使 对待 二 双方应叩头礼节问题 不欢而散 三 所有请求 格于定律 一概不准清人 宗以贵败问题 降之 逐回 鸦片战争 四 鸦片战争 一 历史意义 一 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十九世纪 中国遇到了 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二 近代不幸的开端 鸦片战争是 清廷应付中西 一连串冲突的开端 也是中国历史转入 新阶段的起点 二 战争原因 一 外商不满中国严苛 一 十八世纪 中国只开放广州 为通商口岸 引起外商不满 二 英国为了扩展贸易 废止东印度公司的垄断 对华贸易特权 要与中国直接往来 二 鸦片问题 因商大量走私鸦片 成为战争岛火线 三 林泽徐静焉 一 时间 清宣宗道光年间派湖广总督 林泽徐为钦差大臣赴广州查敬 二 林泽徐 A 竟带中国首先注意外交 介绍西学 提倡军需工业的先决者 B B 林泽徐提出鸦片不惊 几十年会弄得 中原己无可以预敌之兵 且无可以冲响之营 三 静焉经过 A 几十万多箱的鸦片 B 消焉 从阳历六月三日到二十五日 林泽徐把两百三十七万多金的鸦片 在虎门海滩分批销毁 三 战争 英国对中国宣战 英军攻入南京城下 中国被迫定下城下之盟 四 结果 南京条约 静待不平等条约之时 一 时间 道光二十二年 一千八百四十二 四年定立 虎门条约 南京条约 赴约 二 内容 一 赔款两千一百万元 二 割香港 三 开放广州 厦门 福州 宁波 上海五口通商 四 协定关税 五 因人享有制外法权 六 英国享有片面最惠国待遇美 法两国同时享有与英国同等待遇 五 英法联军 一 原因 原因 一 英国公使未能入驻北京 四 鸦片未能合法贸易 二 出兵借口 一 英国 亚罗传事件 二 法国 法国神父在广西被杀案 三 时间 咸丰八年至十年 一千八百五十八 到一千八百六十 四 经过 一 英法联军在广州俘虏一位 不战 不和 不守 的梁广总督业名声 二 英法联军攻入北京 清文宗气城逃跑 联军焚毁圆明园 五 结果 定定 天津条约 北京条约 六 俄国趁机打劫 一 中俄 爱魂条约 一 时间 咸丰八年 一千八百五十八 二 内容 夺去黑龙江以北土地 二 中俄 天津条约 北京条约 一 时间 英法联军之计 二 内容 强占乌苏里江以东之地 三 结果 一 中国大东北缩小一半 二 俄国得到海参威港 可以公开出入北太平洋 三 俄国不费一兵一族 从中国夺得大片土地 还以中国 朋友 自居 太平天国的悲剧 七 西天津建国 一 借助宗教 红秀全领导太平天国起事后 以教统军 以教一股武士气 功成略地 有如神主 二 定都南京 咸丰三年 1853 太平军入南京 改名天津 定为首都 三 更新制度 一 经济政策 一 实行 圣库 制度 二 天朝田母制度 土地公有 寄口寿田 自给自足 二 统一思想 一 教义控制思想 二 会妙与神像 三 焚会孔孟诸子百家 妖书邪说 三妇女政策 一 表面平等 A允许女子参加科举考试 政治 军事 毕竟只续窃 禅足 而 实际上 妇女地位并未提高 四 改立法 推行一年为三百六十六年 单月三十一日 双月三十日的天力 八天国父王 一 原因 太平军定都南京后 诸王内讧 元气大伤 二 乡军以为道与之对抗 一 太平军的主要对手 曾国藩领导的乡军 二 曾国藩 一 集冠 湖南乡乡人 二 理念 立志成就 内圣外王 之夜的读书人 三组之乡军 曾国藩在家乡创建有思想 有信仰的农民军乡军 四成功原因 一 以为道做号召 以儒生领导农民 又利用传统汇聚社会力量 罗治人才 以守卫道统做号召 二 人才云集 胡林义 左宗棠 李鸿章等人 五平定时间 同治三年 一千八百六十四 湘军攻陷南京 太平天国父王 TOP 天朝梦醒 自强运动 九 睁开眼睛看世界 一 鸦片战争引起时代的新认识 一 过去对犀利入侵的回应被动 中国在心不干 情不愿的心态下进行 二 晚清突破华以观念认识西方 林则徐 魏元 二 英法联军 太平天国的动乱 中国对西洋精良西洋火炮的警觉 三 中国的回应 公亲王一新 大臣曾国藩 左宗棠 李鸿章 张之洞 开始联手推动 洋雾 使中国的近代化 迈开了第一步 十字强运动 洋雾运动 一 时间 1860-1895年 二 观念 中体稀用 保存传统根本价值之外 致力于现代化的尝试 三 目的 求抢求富 四 方法 以外交治标 以自强治本 五 内容 一 外交 一 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A 时间 咸丰11年 1861 B 职权 把 遗物 当 洋物 办理 二 派出第一位外交使节 外国公使驻京十多年后 中国才派出第一位驻外使节 中西外交才纳入正轨 二 教育 一 培养语文人才 A 经诗集广州的同文馆 B 上海的广方研馆 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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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 中国人和西方传教士 合力翻译 一 一 书 三 第一批留学生 A1870年代 中国第一个留美学生 荣洪带领120名 又同到美国留学 B 撤回 小留学生在西方接受教育 被顽固派斥位 望本 中途撤回 C 成就 第一批留美学生中最有成就的是修筑金章铁路的总工程师詹天佑 十一 帝国主义的压迫 一 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国家增多英 法 俄之外 加入日本 二 帝国主义的侵略 一 法国侵略安南 越南 二 英国侵略缅甸 三 日本兼并琉球 侵入朝鲜 台湾威胁中国最大 甲午战争 十二 日本的野心 一 明治维新 一 起因 十九世纪中期 日本受到犀利冲击 同治七年 一千八百六十八 开始维新 二 明治维新 一 破除旧席 瑞翼西化 二 柔和传统的武士道和西方商业精神 二 甲午战争前的扩张 一 进犯台湾1874年牡丹社事件 二 兼并琉球群岛 三 排除中国在朝鲜的势力 一 利用条约排除中国在朝鲜的势力 二 利用朝鲜内部的新旧党征和中国立约 把朝鲜立为中日共同保护国 可以共同出兵平乱 埋下甲午战争的火种 十三甲午战争 一 导火线 东学党之变 一 时间 光绪二十年 一千八百九十四 朝鲜发生东学党之变 二 日本阴谋 中日两国派兵平乱 世平之后 日本拒不撤兵 提出共同 改革 朝鲜内政的要求 二 战争爆发 一 时间 光绪二十年 一千八百九十四 碎四甲午 二 日本突袭在朝鲜封岛的中国运兵船 攻击驻在朝鲜崖山的日军 中日两国宣战 三 战争经过 中国海陆军接败 日军长驱直入中国东北 四 结果 签订 马关条约 一 时间 光绪二十一年 一千八百九十五 二 双方代表 一 中方 李鸿章 二 日方 伊藤博文 三 内容 一 中国承认朝鲜独立 二 歌让辽东半岛台湾 澎湖给日本 三 赔款二万万两 四 增开通商口岸 五 允许日本人在通商口岸设厂制造 十四战后影响 一 三国干涉海辽 一 一 2. 英国 长江流域 3. 德国 山东 4. 法国 西南各省 5. 日本 福建省 6. 美国 提出 门户开放 政策 希望分一杯根 3. 中国天朝梦醒 维新变法呼声高涨 1. 维新变法派 康有卫 梁启超 2. 革命派 孙中山 TOP 维新变法的挫折 戊须变法 15. 求新求变的时代背景 1. 要求制度层面的改革 甲午清军战败 暴露单靠洋枪火炮 不足以自强 许多人要求制度层面的改革 2. 群体意识的觉醒 1. 过去的变革 多半由行政官员主导 现在读书人逐渐成了要角 2. 过去读书人多个别对时局有所感慨 如今演变为群体的觉醒 新知识分子应运而生 3. 严妇引戒新思潮 1. 身平 严妇留英三年 学的是海军 重要的贡献却是思想的启蒙 2. 翻译 英国赫须离的天眼论 1. 介绍物竞天则 弱肉强食 优胜劣败 适者生存的进化原理 2. 阐发旧王论阵 大大影响国人的世界观 16百日维新 1. 倡导者 康有位 梁启超 1. 公车上书 1. 由来 光绪二十一年 1895 马关条约 签订的消息传来 正入今参加会市的康 梁 联合十八省举人 1300多人签名上书请愿 2. 诉求 聚合 签都 变法 2. 宣传战 康 梁伴学堂 立学会 开报馆 陪职人才 做政治改革的宣传战 3. 三思想战 康有位 著书立说 为改革立法 寻求理论的根据 4. 上书 得宗 康有位 大奖救国之道 打动了皇帝的心 势力深入传统的 政治中书 2. 百日维新 1. 时间 1. 光绪24年 1898 清德宗决定变法 2. 从4月23日下国事照开始 到8月6日皇帝被求 一共103天 2. 内容 1. 政治方面 鼓励成名批评时政 财病机构 2. 经济方面 新办实业 3. 军事方面 训练新军 4. 教育方面 废除八股 改式策论 新办学堂和报管 3. 成效 时间急迫 明目繁多 虽大小必举 效果却相当有限 17. 务须政变 1. 主导者 慈禧太后 2. 经过 1. 求靖清德宗于迎台 2. 基睦参与朝政的 6君子 斩首于菜市场 3. 康 梁桃往海外 4. 慈禧太后 重掌政权 新政权面停摆 1. 义和团与八国联军 18. 义和团 酬扬反教之音 1. 鸦片战争以来的 鸡院 从鸦片战争 1840 到庚子年 1960年的岁月 中国人饱受洋人凌辱 鸡院已生 2. 外人干涉中国内政 1. 务须变法 外人偏袒维新派 2. 务须政变 康 梁德到英国 日本的保护 安全脱身 又在外国公然唱起保皇 3. 废立皇帝 慈禧太后谋废德宗 另立皇帝 外国人间接干预反对 19. 从义和拳到义和团 1. 义和拳远起 义和拳起自民间 是充满迷信色彩的秘密团体 自称有神灵附身 刀枪步入 2. 甲午战后更名为义和团 一性质改变 甲午战后 义和拳更名义和团 在山东巡抚的纵容下 光绪24年 1898 正式聚众绅士 二口号 扶清灭阳 三愁外行动 1. 公教堂 毁电线 拆铁路 2. 无阳不返 返外接仇 3. 横行无际 社会一片动荡 3. 袁世凯的镇压 袁世凯接任山东巡抚 义和团活动被压制 转入直立审 4. 义和团的壮大 1. 义和团进入北京 天津一带发展 与政治结合 脱支以拳脚对付洋人 2. 义和团的 名气 可用 一时成了当权者应付外患 不得已的出路 2. 向世界宣战 8. 八国联军 1. 由来 1. 北京城骚动 庚子年 1900 5月 义和团进入北京 毁屋烧宅 掠夺财物 2. 使馆被围 义和团攻击各国使馆所在的东郊名像 日本使馆书记和德国公使先后被杀 北京城陷入无秩序状态 3. 联军入京 5月中旬 各国政府决定派军进入北京 2. 清廷的态度 1. 纵容 先后表面禁止 暗中纵容 后来干脆直呼全民卫 义民 2. 宣战 5月下旬慈禧下照相各国宣战 3. 战争经过 1. 八国联军 8月中旬 英、法、俄、德、美、日、亿、澳八国组成联军 开入北京 2. 全民反抗 全民以血肉之躯扑向八国联军的洋枪火炮 残死者如风驱草 3. 主阵者逃亡 此喜与德宗郎被出王西安 4. 东南互保 东南各省都府必开中央 自行和各国议定 东南互保 办法 免除一场浩劫 2. 十一薪酬合约 1. 时间 光绪 21年 1901 遂赐薪酬 2. 内容 1. 承办货首 道歉 2. 赔款4亿5000万两 3. 国防洞开 1. 薛平北京至大姑的炮台 2. 各国的至北京至山海关沿县则的驻兵 4. 北京化定时管区 各国派兵常驻 3. 影响 1. 公使团变成清廷的太上政府 2. 日俄战争 1904 1. 原因 俄国利用权乱 出兵占领东三省 引起日本干涉 2. 战争 战争爆发 光绪三十年 1904 日俄战争爆发 3. 结果 俄国战败 但东北利亦由日俄两国瓜分 4. 特 辛亥革命 孙中山与中华民国建立 22晚清的旧国运动 1. 孙中山 救国的医生 医生平 1. 疾惯 广东香山人 2. 原名孙文 自一仙 在日本时曾字号中山桥 是称中山先生 2. 早年生活 1. 受传统名教树妇少 孙中山出身平凡农家 受传统名教的树妇少 2. 敢于做 红秀权 2. 而 2. 受西式教育影响多 3. 孙中山的科学文化洗礼 4. 思想切实而具开创性 5. 故不习为 4. 寇 5. 之一 3. 上书 5. 李鸿章 6. 孙中山最早寄望清廷的改革 6. 友上 6. 李鸿章 6. 万言书 4. 创立革命团体 孙中山失望之后 于甲五年 1894 成立近代中国第一个革命团体 新众会 5. 革命行动 新众会同盟会 时间光绪二十年 1894 光绪三十一年 一万九千零五十 地点 美国谭香山 日本东京 入会 是辞驱逐达鲁 恢复中华 创立民国 平均地权 成员运动 华侨 会党反清 革命之火 由海外燃起 核心众会 华心会与光复会 等团体为中华革命党 重要世纪伦敦蒙难 光绪二十二年 1896 孙中山一度在伦敦被侵蚀管 又禁一 正式发表三民主义的主张 二 八次失败 以知识分子 新军与秘密会党为基础 由边区到中央 发动八次武装起义 三 震撼人心 黄兴领导的广州329之一 引爆革命火种 二 康 梁宇士绅的立宪派 一 保皇党的建立 康有位与梁启超在海外桥界建立了保皇党 以保护德宗 反对此洗为宗旨 二 立宪运动 一 日俄战争的刺激 日俄战后 国人眼见一个立宪小国 打败了两个地制大国 清廷 俄国 立宪运动随之而新 二 康 梁宇一般是身形成立宪派 A A要求召开国会制定宪法 B发动三次大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给清廷重大压力 三 三结果 卷入了革命风潮 二 十三 武昌起义 一 背景 一 幽主登基 光绪 三十四年 1908 清德宗和慈禧太后 在两天内先后去世 三岁的溥仪继位位帝 二 清廷腐朽 中央集权而无能 政治废持而高压 二 岛火线 民间反对清廷 铁路国有 政策 三 经过 一 湖北空虚趁机起事 宣统三年 1911 四川保路同志会集会 请愿游行 清廷调派湖北新军入川镇压 二 起事 革命党人趁机于 英历八月十九日起事 扬历十月十日 三 各等陆续响应 武昌起义很快便告成功 固定十月十日为国庆日 二十四帝国便民国 一 新亥年 1911 底 各省代表集会制定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 推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 二 民国成立 民国元年元旦 1912年1月1日 孙中山在南京就职 中华民国正式成立 三 袁世凯的操纵 一 清廷启用军事强人袁世凯镇压革命 但袁世凯私心自用 二 策略 一 一 一方面压迫清帝退位 袁世凯压迫清帝发布退位 诏书 清朝灭亡 享国268年 同时结束中国两千多年来的专制政体 二 一方面取得议和优势 袁世凯以军事和政治手腕 在南北议和中 取得绝对优势 三 孙中山让位 孙中山于民国元年三月宣布辞去临时大总统 让位给袁世凯 四 民国成立的意义 一 民族主义之声章 一场大革命在侧众 排满的民族主义思潮下 迅速成功 二 民权主义之兴起 中国得以民主共和的形态 积深于万国之灵 袁世凯与红线帝制 二 十五 红线帝制 一 袁世凯的独裁统治 一 刺杀主张政党政治的宋教人 二 镇压国民党发动的 二次革命 二 红线帝制三部曲 时间步骤经过 民国二年 一千九百一十三 某位正式大总统 挟迫国会选他为中华民国大总统 民国三年 一千九百一十四 谋为终身总统一 解散国会 二 制定新约法 造出一个总统不必向国会负责的超级总统 民国三年至五年 一千九百一十四 创邮第制自为一 民国四年 袁世凯承认日本提出夺战中国权益的二十亿条要求 二 杨渡等人组成 筹安会 劝敬袁世凯位帝 三 民国五年 国体投票 结果 袁世凯被拥位 中华帝国皇帝 26. 桃园护国运动 1. 中华革命党桃园 2. 次革命失败后 孙中山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进行桃园 2. 言论返元 两起超撰文痛斥帝制之非 影响很大 3. 云南起义 蔡厄和唐继瑶 李列军等 在云南组织护国军 接起返元大旗 4. 帝制取消 1. 登基 袁世凯原定于民国五年登基 并改元 红线 2. 举国反对 袁世凯当了八十三天皇帝后 取消帝制 本人不久病死 27元死后的政局 1. 黎元宏继任为大总统 政权落在北洋军人手中 2. 离 段施和 总统黎元宏与国务总理段祺瑞之争 3. 复辟事件 2. 复辟事件 1. 缘因 2. 离断政争期间 2. 变率 3. 张勋带领五千 3. 变子军 4. 入京 4. 发动政变 4. 拥朴仪复辟 5. 改民国六年 5. 未宣统九年 6. 但只维持十二天 2. 意义 1. 地制一去不复返 2. 民主共和的潮流 5. 抵挡不住 5. 中国人的觉醒 6. 清末明初的社会变迁 7. 政治符号的变化 7. 国歌 7. 南京临时政府公布过正式的中华民国国歌 8. 但后来国歌每随政权而变异 8. 国旗 1. 传统有将帅个人旗帜 2. 清末有象征帝王的黄龙旗 3. 辛亥革命的旗帜纷 1. 民国原年临时参议院定五色帝为代表五族共和的国旗 2. 民国17年1928 8. 北伐统一后 国民政府改以青天白日闷的红旗为国旗 2. 十九社会的移风义俗 1. 新时代的来临 1. 简辩子 表示时代变了 2. 用阳历 1. 政府般用阳历 以民国为纪元 2. 代表对传统地制的否定 3. 从人权 3. 禁止买卖人口 4. 废除奴婢卖生契约等 4. 强调 5. 拥护人权为第一要义 2. 移风义俗 5. 旧的社会风上 6. 新的社会风上 7. 称呼大人老爷的称呼先生军 8. 行礼跪拜作一之礼鞠躬握手 8. 服装顶带花铃 9. 奉官侠披竹剑剑削诗西服 9. 中山庄起袍 9. 三十妇女地位的变迁 9. 衣镜蝉族 9. 二男女共学 9. 打破女子无才便是德 9. 的观念 9. 女学兴起 9. 三女子参政 9. 参军 1. 秋景 9. 秋景投身革命 9. 做新女性的先驱 9. 二 9. 女子军 9. 辛亥革命和北伐期间 9. 都出现过女子军 9. 女子参政组织 4. 冲击婚姻与家庭制度 5. 四时期 9. 妇女解放意识高涨 9. 男女社交公开 9. 自由恋爱风行 9. 直接冲击了中国原有的婚姻和家庭制度 9. 三十一新知识分子的崛起 9. 传统知识分子 9. 新知识分子 9. 原自是或是大夫清莫名出一批受过新式学堂 9. 留学教育培养出来的新知识分子 9. 特色1. 是 9. 位居四名之首 10. 是农工商 10. 通过科举取得功名 10. 在乡卫生 10. 出而为官 10. 有身份 10. 有地位 10. 不再执着功名 10. 他们拥有新知识 10. 新人生观与价值观 11. 不必拼命于科举 11. 造成学界风潮的主角 11. 他们对社会现状会发出不平之名 11. 又能传播新观念 11. 深入各职业团体 11. 带动社会变革 11. 他们走入社会后 11. 承担不同工作 11. 于是有工商业者 11. 新闻记者 11. 律师 11. 新学堂教师 11. 工程师 11. 医师 11. 护士 11. 等新职业 11. 他们进一步团结 11. 强力带动社会的变革 11. 适合生存空间 11. 乡村城市 11. 共同典异天下位已任 11. 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 32. 新文化运动 11. 开端 11. 民国四年 11. 成独秀主编 11. 新青年 11. 杂志创刊 11. 公开抨击传统 11. 歌颂西方文化 11. 公然主张 11. 新 11. 体 11. 旧 12. 敦促着 12. 北京大学校 12. 蔡原培 12. 她以学术自由 兼容并包卫办学方针 13. 内涵 13. 文学的变革 13. 思想的解放 13. 伊文学革命 13. 白话文 13. 胡适 13. 民国六年 1917 13. 胡适在 13. 新青年 13. 杂志提出改良文学的 13. 八部主义 13. 文体上 13. 不用文言 13. 改用白话 13. 内容上 13. 言之有物 13. 不模仿古人 13. 陈独秀 13. 陈独秀 13. 进一步提倡 13. 文学革命论 13. 鲁迅 13. 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 13. 狂人日记 13. 引起广大回响 13. 二 13. 西方文学的 13. 大量的西方文学作品被介绍进来 13. 新式标点符号开始流行 13. 文学走向平民化 13. 得、了、逆、妈、取代、知、乎、者、也 13. 文学与语言更趋一致 13. 文学走向平民化 13. 二 13. 思想的解放 13. 新思潮刺激广大不满现状的青年 13. 学生爱国运动也随之而起 13. 三十三五四运动 13. 时间 13. 如是中国为战胜国 13. 应把德国在山东所想的特权化归给日本 13. 经过 13. 以北京天安门前聚集了北大、清华等校五千多名学生开会示威 13. 二 13.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断送 13. 二 13.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不可以低头 13. 四学生前往东交民向使馆区向各国提送抗议书 13. 五学生找政府外交官员算账、痛欧驻日公使张宗祥 13. 学生多人被捕 15. 五月五日学生总罢课、工人随之罢工、商人宣布罢市 15. 结果 15. 依迫使北京政府在六月承办官员、拒签合约 15. 外征国权、内臣国贼、的要求达成、学生运动告一段落 15. 影响 15. 依旧王图存的学生运动、促成社会的普遍觉醒 15. 加深国人寻求个人解放、社会平等和国家独立意识 15. 扩大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15. 三十四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的影响 15. 全盘西化、引进德先生、赛先生 15. 德先生、democracy、民主五、民主指的是反对专制、独裁、建立西方式的民主共和国 6. 反对旧有的专制、政治、推销依附在旧制度上的旧伦理和旧道德中国传统文化被看成民主、科学的敌人、儒家思想受到严厉抨击、知识分子高呼、打倒孔家店 16. 赛先生、Science、科学一、科学是要提倡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 16. 反对迷信、盲从、以科学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 16. 出版物成为引进新思潮的媒介 16. 一报刊改用白话文、大学生、中学生竟相办起刊物 16. 二马克思主义流传中国、西方各种学说都被视为旧式良方 16. 马克思主义渐渐在知识界中流传开来 16. 革命再起 16. 军阀与反军阀 35. 军阀割据 1. 原因 原是凯斯后 北京中央政府分崩离析 全力涣散 中国政治进入军阀割据的新阶段 2. 军阀的界定 1. 人位忠心 2. 拥有军队 战有地盘 3. 得到列强座靠山 4. 用武力解决纠纷的军事集团 3. 派系 1. 被洋军阀 1. 操纵北京中央政府 打着统一的旗号 2. 斜天子以令诸侯的态势 2. 派系 1. 挽系 1. 执系 2. 奉系 3. 目标 1. 广东省 3. 阳、广西省 3. 贵、云南省 4. 滇、贵州省 5. 前 3. 目标 7. 共谋瓜分地盘 4. 与北洋分亭抗礼 6. 军阀混战 1. 原因 1. 权力真空 1. 无实际强人 1. 旧体制瓦解 新体制尤为建立 私人武力介入权力真空 而 军人出身的总统 总理或执政 当中并无一个实际的强人 二军阀见识有限 无长远政治理想 只能建立自己的小王国 谈不上政治理想 张作霖 陆荣亭一出身陆陵 多半没什么治国理念 二张作霖受日本人扶植 但自认是爱国者 曹昆卖不小贩 平玉想起初是个基督将军 后来向苏俄靠拢 吴佩福秀才出身 不得至十层挂牌算命 后来才投身军旅 二 军人甘政 自从袁世凯以武力作为政争工具后 军人甘政成为风器 一 断世跋扬 民国六年 1917 断祺瑞已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民 大界外债以攻内战经费 二 曹昆卉选 民国十二年 1923 直系曹昆卉选总统 国会议员干位 朱载议员的闹剧 三十七反军阀运动 一 护法运动 一领导人 孙中山 二 时间 民国六年 1917 三 三 原因 孙中山反对断祺瑞毁弃民国元年的临时约法 据恢复国会 四 经过 孙中山率领部分国会议员南下 成立军政府与北京对抗 五 结果 失败 一 孙中山有政府而无军队 缺少实力 二 受到西南军阀的阻挠 三 受到陈炯明叛变的打击 二 国民革命军北阀 中国兵或连劫 只待国民革命军北阀 结束残局 三十八军阀政治的影响 国家缺少一个强而有力的领导中心 现代化建设无有展开 中共的成立 三十九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一 组成共产主义小组 一 时间 民国九年 一千九百二十 二 原因 苏俄宣布放弃在华特权的消息传到中国 三 领导人 新文化运动起手陈独秀 李大钊 四 协助者 共产国际代表 二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一 时间 民国十年 一千九百二十一 二 地点 上海 三 经过 十三位党代表全国五十多个党员 宣布成立 中国共产党 四 党章与党纲 一 暴力夺权 二 消灭阶级 三 建立共产主义社会 四 四 中国共产党的发展 一 寄生国民党 一 原因 初期中共力量极小 只能利用新文化运动所形成的社会网络 运动学生 从事工人组织活动 但困难重重 二 方式 民国十二年 一千九百二十四 在共产国际的指令下 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但不放弃在国民党内的小组织活动 二 国共第一次合作 一 时间 民国十三 Till the 16年 1924 Till the 1927 二 前提 联俄 三 口号 反帝国主义 反军阀 四 合则两例 一 国民政府势力能从珠江流域推向长江中下游 而且积极统一中国 二 共产党从事工人和农民运动 三 国共第一次决裂 一 时间 民国十六年 1927 二 原因 一 两党政治理念不合 二 中共采取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 将矛头对向国民政府 三国共对抗 一 国民党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奖中正在上海实行反共 清党 二 共产党 中共以武装暴动回应 四 结果 中共转入地下发展 由城市转入乡村 领土发展 奖中正与北发统一 四十一北发前之准备 一 国民党改组 一 时间 民国八年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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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原因 孙中山决定吸收新青年 接受新思潮的刺激 一 改名 改党名为中国国民党 四 联俄融共 一 民国十一 民国十一 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党的改组正式定案 五改组后的国民党 1.继承了中华革命党的革命精神和革命方略 2.吸收了俄国革命的经验 重视组织、党计、宣传、群众运动 3.建立黄埔军校并在军队中推动政治工作 4.口号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军阀 5.目标与手段三民主义国民革命 6.联俄融共之弊病,导致国民党内、党中有党,形成融共 反共之称,造成派系冲突,付出代价极大 2.黄埔军校之创建 1.蒋中正的崛起 1.申平、蒋中正、自戒时、浙江奉化人 2.早年世纪 2.早年世纪 2.就读学校1,保定全国陆军速成学堂 2.留学日本入政五学校 3.参加革命1,辛亥革命 2.二次革命 3.护法运动 出国考察民国12年 1923 代表孙中山赋莫斯科考察政治、党务和军事 2.创建黄埔军校 1.时间 民国13年 1924 2.校训 亲爱京城 3.奠定北伐基础 A.民国14年 1925 孙中山病逝 蒋中正承担国民革命的大任 B.东征 B.东征 民国14年 蒋中正 东征 讨伐陈炭 成炯明 C.平叛 蒋中正 平定颠 贵军叛变 统一两广 42.北伐 与统一 1.时间 民国15年 至17年 1926 T.1928 2.分期 1.第一期 1.时间 民国15年 至16年 1926 T.27 2.陈旧 消灭南方军阀 占领南京 上海 2.宁汉分裂 1.国民政府 签武汉 民国15年 1926 广州国民政府 与国民党中央 签到武汉 仍与共产党合作 2.清党引发分裂 民国16年 4月 1927 蒋总司令 占领上海后 鉴于共产党夺权阴谋 宣布 清党 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 3.结果 A.南京与武汉 各有一个国民政府 世卫 宁汉分裂 B.民国16年7月 武汉政权 分共 宁 南京 汉 武汉 复合 C.国共正式决裂 3.第二期 1.时间 民国17年 1928 2.对象 北方奉系军阀 3.经过 A.国民革命军整编为4个集团军 继继续北伐 B.五三惨案 日本为阻挠中国统一 出滨山东 制造 五三惨案 C.绕到北伐 蒋总司令 帅军绕到北伐 进入北京 改名北平 D.张作霖 炸死 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 退回东北 在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死 4.全国统一 民国17年底 1928 东北军 奉军首领张学良宣布 东北一致 归顺南京国民政府 中国在形势上归于统一 TOP 十年申聚教训 黄金十年 四十三十师训政 一 时机 一时间 民国17年至26年 1928 到1937 二国民政府的黄金时代 最能积极从事建设 二 依据 一孙中山的建国大纲 军阵 训政 宪政 是建国三阶段 二 民国17年 1928 国民党中央通过 训政纲领 开始训政 三 实现 原定六年 但直到民国三十六年底 1947 才开始实行宪政 四 训政时期的国民党 一 国家的政权和治权完全属于国民党 二 治国原则 以党建国 以党治国 一 中央 推行五院制的国民政府 二 地方 推行地方自治 实行审 县二集制 以县位自治单位 五 预备行县 一 时间 民国二十五年五月五日 一千九百三十六 二 公布 宪法草案 称为 五五宪草 三 工作 准备召开国民大会 议定宪法 四 延宕 抗日战争爆发 延期实施宪政 四 十四 必治改革 一 原因 中国货币不统一 九位工商界诟病 二 改革 一 费两改元 以 银元 取代 银两 把银元制造权收归中央 二 发行法币 以中央 中国 交通 农民银行发行的纸币座位 法币 三 影响 一 消除了长期存在的避制混乱局面 二 带动国民经济的复苏 增加了抗战的实力 四十五新生活运动 一 倡导者 蒋中正 二 时间 《民国二十三年》 1934 三 地点 江西南昌 四 内容 一把理 一 连此的道德观念融入一时住行日常生活中 二把整齐清洁简易朴素迅速确实作为行政指标 四十六国防建设 一军队国家化现代国家的基本条件 二军队枕边与枕建国民政府对各集团军进行枕边 虽遭遇挫折但内乱逐步没平 抗日行成共识后陆海空军的枕建便顺利推进 三构筑大型防御体系 一时间民国二十四年一千九百三十五 二内容 讲中正秘密调集部队 构筑以南京卫中心的大型防御体系 四后执国防力量 一积极发展兵工业 二举办庐山级俄眉军官训练团 三实行征兵制 四高中以上实施军训 五目标从军事制度物质上军队的实质训练上及精神上谋求抗日国防力量 四十七十年建设的评价 中国能够应付日本侵略长达八年之九十年建设对国力的培养是值得肯定的 内忧外患 四十八日本大举侵略 一军事侵略 一九一八事变 一 时间 民国二十年 一千九百三十一 二 经过 日本借口中国炸毁南满铁路 进攻沈阳 占领东三省 三 意义 这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 对华侵略政策又一阶段的发展 二一二八事变 一 时间 民国二十一年 一千九百三十二 二 经过 日军进攻上海 国军抵抗 三 结果 双方签订停战协定 三进攻华北 一 时间 民国二十二年 一千九百三十三 二 经过 日本进攻热河 即东 二 扶植伟政权 一 满洲国 一 时间 民国二十一年 一千九百三十二 二 经过 在东北成立为满洲国 已退位的清帝普一位傀儡皇帝 二 华北自治运动 一 时间 民国二十四年 一千九百三十四 二 经过 日本企图将华北纳入日本势力范围 三 影响 一 引发了中国民族主义的怒潮 二 抗日的最后关头就要到来 四十九 西安事变 一 时间 民国二十五年 一千九百三十六 十二月十二日 二 起因 一 张学良不满中央先安内后攘外 先超共后抗日的政策 二 中共畅行的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影响 一 九一八事变后 东北军在关内过着流亡的生活 二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打回东北 的口号刺激军心 三 张学良走向连共逼讲抗日的道路上 三 经过 一 主谋 张学良与杨虎城 二 地点 西安 三 被截着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肩行 国民政院长蒋中正 四 诉求 提出八大主张 一 停止抄共 二 改组政府 三 出兵抗日 四 各方反应 一 南京国民政府 出兵讨伐与政治谈判 二 中共 中共 公审 罢免蒋中正并交付人民 公审 二 和平解决 奉共产国际命令 在承认国民政府正统的基础上和平解决 五 谈判代表 一 国民政府 蒋宋美龄 宋子文 二 中共 周恩来 六 落幕 张学良悔悟 十二月二十五日陪蒋中正返回南京 事便结束 七 影响 一 国民政府停止抄共 进而联共抗日国共第二次合作 二 中共起死回生 改写了中国现代历史 毛泽东 毛泽东与中共的武装歌剧 五十毛泽东的发迹 一 神平 一 季冠 湖南 湘 谈人 二 学业 湖南第一师范 三 思想 转折 一 早期受康有味 梁启超的影响 二 读 新青年 受成独秀 胡适影响 三 做过图书馆的书记 受到社会主义的熏陶 二 从政 一 加入中共 民国十年 1921 加入中国共产党 成为激进派 二 加入国民党 联俄融共 其间 毛泽东当过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 五十一 井港山落草 一 共产党武装暴动 一 时间 民国十六年 1927 后 二 原因 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决裂 中共被视为非法组织 三 结果 中国共产党以武装暴动回应 二 江西苏维埃政权的建立 一 领导人 毛泽东 朱德 二 原因 毛泽东于秋收暴动失败后 逃入江西井港山剧的称王 三 结果 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 毛泽东任主席 成为 国中之国 五十二 遵义会议前后的发展 一 国民党武力围超 一 时间 民国十九年 1930 后 二 经过 发动五次大规模的围超 二 中共流窜 一 毛泽东无始权 一 毛泽东贵江西苏维埃政权主席 但被党内视为异端 二 共趋势权操支在莫斯科所支持的国际派 二 中共流窜 一 原因 民国二十三年 一千九百三十四 国军第五次围超 中共放弃江西 二 路途 中共流窜西南各省 党史称为 二万五千里长征 三尊义会议 一 时间 民国二十四年 一千九百三十五 二 地点 贵州遵义 三 结果 毛泽东正式主掌军政大权 成为中共的领袖人物 四 峡北 喘息 民国二十四年底 一千九百三十五 中共抵达峡北 所剩残步不多 三 转机 一 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解救了共产党免于父王 二 七 七事变 中共军队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 取得合法地位 中共利用抗日 在行作大 TOP 八年艰苦抗战期间 全面抗战 五十三七七事变 一 时间 民国二十六年 一千九百三十七 七月七日 二 岛火线 日本在北平近郊的晚平城附近演习 借口一名士兵失踪 要求入城搜查遭拒 随即大举进攻 中国驻军奋起抵抗 鲁沟桥的枪声揭开八年抗日的序幕 三 政府态度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讲 中正在庐山发表 最后关头 谈话 四 全面抗战 八一三 松户战争爆发 中国正式进入一个 第五分南北 年五分老右 的全面抗战阶段 五十四抗战 出其形势 一 时间 民国二十六年 一千九百三十七 至民国二十七年 一千九百三十八 武汉会战址 二 进攻方向 一 华北 日本占领北平 天津 二 华中 一 八一三 松户会战 A 时间 民国二十六年 八月十三日 B 经过 日军进攻 松户地区 国军坚守三个多月 打破日军一周内 攻占上海 三个月 王华的迷梦 C 英勇士纪 八百壮士 死守上海 四行仓库 可歌可泣 二 台儿庄大劫 A 时间 民国二十七年 一千九百三十八 B 经过 国军在台儿庄传出劫报 C D 我行事 日军占领华北 华南 三 日军罪行 一南京大屠杀 民国二十六年 日本攻占南京 屠杀中国军民三十万以上 二 七三一 部队 日军在东北 以中国人作为细菌战实验品 三 未安抚 日军强迫韩国 中国大陆 台湾等地女性充当 未安抚 五十五抗战中期的发展 一 时间 民国二十七年 一千九百三十八 武汉会战结束至民国三十年底 一千九百四十一 二 双方相持阶段持久战 中方一 固守山区 一九三九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西方国家自顾不暇 国军只能苦称呆变 退入山区 一显固守 二 游击战 沦陷 沦陷区以游击战消耗并迁制日军战力 日方一 切断中国对外交通 日本对中国大后方实施轰炸 这期间中日两军会战长沙三次 中国军得胜 侍卫 长沙大劫 二 以华至华 日本扶植汉奸汪兆明在南京成立傀儡政权 五十六抗战的胜利 一 时间 民国三十年底 一千九百四十一 至民国三十四年 一千九百四十五 二 重要战役 会议 时间战役或会议重要经过 民国三十年 一千九百四十一 太平洋战争 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 太平洋战争爆发 中 美 应开始并肩作战 民国三十一年元旦 一千九百四十二 联合国宣言五 中国参与二十六国签署联合国宣言 六 蒋中正担任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 民国三十二年一月 一千九百四十三 中美 中英签订平等新约五 英 美宣布放弃在华特权 令定平等新约 一百年来不平等条约的枷锁中告解除 六 中国成为世界四强之一 开罗会议奖中正参加中 美 因三巨头的开罗会议 决定战后东亚的国际新形势 民国三十三年 一千九百四十四 日本打通大陆交通线 青年从军运动期 盟军的 欧洲第一 策略 中国战场未受重视 八 四月 日本企图打通大陆交通线 震动昆明和重庆 九 八月政府号召青年从军 组成青年军 远征缅甸 打通中印公路五 民国三十一年 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 解英军之围 六 打通中印公路 有助战局扭转 民国三十四年 一千九百四十五 日本投降五 四月 国军总反攻 六 八月 美国在日本广岛 长期投下原子弹 日本于八月十四日宣布无条件投降 七 中国八年对日抗战 终获最后胜利 中国之巨变 五十七 中共的座大 一 抗战初期 中共只有一个根据的四万军队 力量还小 二 抗战结束 一 拥有十九块 解放区 一亿人口 军队近百万的国中之国 二 毛泽东夸口说 要出两个太阳 五十八 国民政府的困境 一 人心厌战 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战争 不希望国共爆发内战 再战对国民政府不利 二 国家元气大伤 长年战争 国家经济破产 政治风气败坏 严重腐蚀了人心 三 复原失当 国民政府复原失当 中共从旁进行土地和权力的争夺 五十九国共内战 一 国共之争出奇 政治角逐 一 国共双方各具地盘 一 国民党 华中 华南 二 共产党 华北 东北 二 政治角逐 一 讲中正和毛泽东的 重庆会谈 二 各党派参加的 政治协商会议 三 美国特使马歇尔调停国共双方争执 四 国民大会召开 表示政府实行宪政的决心 三 形势不利国民政府 一 战后通货膨胀 二 伪军收编问题 三 接收人员过于腐化 四 过分依赖美国做靠山 四 结果 国民政府丧失人心 打击国民政府的威望 二 国共之后后期 文争武斗 一 时间 民国三十五年六月至三十八年 一千九百四十六 Till的一千九百四十九 二 中共战术 一 整编军队 中共把百万大军整编为五个军区 一名 人民解放军 二 战术 乡村包围城市 的方式攻城掠地 三 辅助工具 血潮 三 结果 一 三大战役 中共发动辽审 徐邦 平津三大战役 国军兵败如山倒 二 和谈遭聚 民国三十八年初 一千九百四十九 蒋中阵 引退 带总统李宗仁求和遭聚 三 共军渡江 民国三十八年 一千九百四十九 四月共军渡过长江 南京失守 中央政府拨迁台湾 四 两岸分裂 中国大陆与台湾长期分裂的局面形成 TOP 战后中国 中共政权的演变 六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一 建国 一时间 民国三十八年 一千九百四十九 十月一日 二首都 改北平位北京 立位首都 三国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四季年 以西元季年 五领导人 毛泽东 为人民政府主席 二 政治路线 清苏反美 一 清苏俄 苏俄率先承认中共政权 中共也采取 一边道 的清苏外交路线 二 抗美援朝 民国三十九年 一千九百五十 六月韩战爆发 中共以 抗美援朝 明义派军与美军对抗 强化了东西方的对峙局面 六十一十年文革 一 时间 民国五十五年至六十五年 一千九百六十六 六十六的一千九百七十六 二 用意 在 阶级斗争 的指引下 毛泽东为了改造党国体制下的官僚 并进行夺权 三 经过 一 打倒走资派 利用大学生 中学生组织红卫兵 到处横扫 牛鬼蛇神 进行 破四旧 立四星 打倒 走资派 的运动 二 塑造毛泽东为红色教主 有至少一千一百万手持 毛语录 口唱 语录歌 的红卫兵 涌向北京天安门 朝圣 接受毛泽东的检阅 四 浩劫 一 几百万人在 造反有理 的口号下被斗争 走入 武器干笑 劳改 二 无数文物惨遭捣毁 上亿人口受到株连迫害 全国陷入一片混乱 五 结果 一 林彪 叛逃 文革期间 毛泽东指定林彪为继承人 林雀 叛逃 身亡 二 四人帮接手 大全落入已将亲为首的 四人帮 手中 三 四人帮被铲除 民国六十五年九月 一 九百七十六 毛泽东病死 四人帮 被铲除 文革十年浩劫结束 六十二文革之后的发展 一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 一 时间 民国六十七年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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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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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着石头过河 白猫黑猫 能抓老鼠便是好猫 三物实路线 一 不再搞政治运动 以改革开放 代替阶级斗争 二 开放市场经济 在所谓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下 大陆市场经济开始与世界经济体系挂钩 三 经济挂帅 中国社会由政治挂帅变成经济挂帅 大家一起向前看 四结果 一 西装取代毛装 不断革命论踩了刹车 二 党天下 不再 党国体制发生动摇 三 经济发展与政治保守的矛盾政策 发生了民国78年 1989 的六四 天安门惨剧 二 后邓时代 江泽民掌舵 共产体制能不能和平演变 人呆观察 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发展 六十三 为极存亡之秋 一 台湾面临人口压力 大陆撤退军民达两百余万 对台湾形成一股压力 二 国际刻意疏远 美国等国家刻意疏远与中华民国的关系 三 政府财政困窘 政府取出抢运来台的黄金 九级 四 蒋中正副职 民国39年 1950 蒋中正副总统职 领导台湾军民 六十四国民党的改造 一 时间 民国39年 1950 二 经过 一 启用年轻优秀人才 整顿党纪 训练党员 以 革命民主政党自居 二 实行戒严 国民党为了抗共 民国38年 1949 5月开始长达38年的戒严 三 结果 一 稳定台湾局势 二 民主宪政的推行打了折扣 六十五 经济发展 一 土地改革 一 跟着有其田农地重化 二 结果 一 打破租电制度形成的社会 经济地位对比和平复悬殊现象 二 带动民营企业和工商业发展 二 经济建设 一 时间 民国四十 till的六十年代 1950 till的 1970 二 内容 六期的经济计划 十项建设 十二项建设 十四项建设 三 结果 一 中产阶级崛起 社会走向多元 二 民主呼声具备了社会基础 六十六 政治发展 一 国民党垄断的政治 一 政治缺乏制衡 国民党牵台后长期垄断政权 党的势力渗透到政治 军事各层面 二 万年国会 为巩固领导中心 延续法统 中央名义代表不能改选 因此有 万年国会 之机 二 本土化的加深 一 讲中正 一 施政方针 大中国的构想及政权的安定 二 目标 反攻大陆 反共抗俄 二 讲经国 一 施政方针 向下扎根 向上发展 台人治台 二 结果 本土化加深 政权逐步开放 三 李登辉 一 内政上 革新宝台 推行政党政治 二 外交及大陆政策 以 政治实体 开拓国家生存空间 重返国际社会 四 沉水扁 一 时间 民国八十九年 两千 二 施政目标 以 新政府 为号召 积极推动民主改革 三 民主化的发展 一 解言 民国七十六年 一千九百八十七 政府宣布解除戒言令 二 民进党成立 党外 仍是组成的民主进步党 成为国民党的最大政治对手 三 开放大陆探亲 政府开放赴大陆探亲 两岸交流热络 四 回归宪政 一 国民大会修宪 二 民国八十一年 一千九百九十二 中央民意代表完成全面改选 三 民国八十三年 一千九百九十四 省长民选 四 民国八十五年 一千九百九十六 首次总统民选 五 民国八十九年 两千 民进党赢得选举 政党轮替执政 五 民主化的措施 一 普遍直接选举 二 军队国家化 三 司法独立 四 言论出版自由 五 解除暴禁和党禁 六 开放国外观光旅行 六亿亿 清末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民主政治终于在台湾落地生根 开花结果 六十七 今后关心的议题 一 海峡两岸关系 二 统独问题 TOP 回顾 回顾与展望 六 十八 政治走向民主 六 十九 经济趋向高科技 七 十 社会多元又开放 HTTP 帽号双斜线user.nksh.tp.edu.tw.teachingweb.tjqtop 世界史 第三册N 第四册 目录 第一章 导论三 第二章 上古文明的起源四 第一节 西亚古文明四 第二节 埃及古文明五 第三节 希腊城邦的发展期 第四节 罗马帝国的形成九 第三章 中古欧洲的发展十二 第一节 从民族迁徙到封建制度的建立十二 第二节 庄园经济与城市兴起十四 第三节 宗教思想与艺术成就十五 第四节 东罗马帝国及其文化十六 第四章 亚洲文化的昌明十九 第一节 印度文化的演变十九 第二节 回教势力的扩张二十 第三节 东西文化的交流二十二 第五章 近代欧洲的兴起二十四 第一节 文艺复兴二十四 第二节 宗教改革二十六 第三节 地理大发现二十八 第四节 科学革命三十 第六章 从专制到民主三十二 第一节 民族国家的兴起与专制政治的盛行三十二 第二节 启蒙运动三十三 第三节 英国议会政治与美国独立三十四 第七章 两大革命与西方的巨变三十七 第一节 工业革命三十七 第二节 法国大革命三十八 第三节 十九世纪上半叶 西方的政治与文化四十 第八章 民族主义的流行与帝国主义的横行四十三 第一节 日尔曼和意大利的统一四十三 第二节 拉丁美洲和巴尔干的独立运动四十三 第三节 日本的明治维新四十五 第四节 新帝国主义四十六 第九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四十八 第一节 结盟 危机与战争四十八 第二节 和会 和约与国际联盟四十九 第十章 战歼起五十二 第一节 亚非国家的独立运动五十二 第二节 欧美国家的转变五十三 第三节 经济大恐慌和军国主义的猖獗五十四 第四节 文化与思想五十六 第十一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五十八 第一节战争的始末五十八 第二节战时的国际关系五十九 第十二章 东西冷战下的世界局势六十一 第一节 亚非新兴国家与第三世界六十一 第二节 联合国与区域统合六十二 第三节 冷战与区域性战争六十四 第四节 德国统一与苏联解体六十六 第十三章 新时代的来临六十九 第一节 高科技与大众文化六十九 第二节 时代新挑战七十一 导论 七十一 人类的出现与眼镜 一 出现时间 三 四百万年前 二 出现地点 非洲 三 人类的眼镜 一依据 考古发现的古骸化石 器物 二 旧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 旧石器中其用火 合作狩猎或战斗 以兽皮为衣 血居 晚其岩壁上作画 制作小型雕像 埋葬死者有原始艺术与宗教观念 新石器 新石器 距今一万年前 进入新石器时代 七十二 文明的萌芽 一 时间 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 二 文明的特色 一 磨制石器 二 有彩石进步到产石 三 有剩余物资可供交易 七十三 文明的开展 一 文明发展的多样性多元文化 二 文明发展的相容性与排斥性文化的融合与冲突 TOP 上古文明的起源 西亚古文明 七十四 古代西亚人 一 地理位置 两河流域 地中海东岸 小亚西亚 二 城邦文明 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 聚落出现 城市形成 一 文化 进步之音 一 文化上有所承袭 二 外在环境的刺激 二 西亚民族 一 两河流域 苏美人 巴比伦人 亚树人 加尔地亚人 二 地中海东岸 肥尼基人 西伯来人 三统一 亚树人和肥尼基人曾统一此区 融合许多文化 三 贡献 欧洲人有 光明来自东方 的说法 七十五 西亚的文明遗产 一 文字 一 背景 一 城市文明须文字记录 二 两河流寓意泛滥建造灌溉 工程城市国家产生文字记录的出现 二 些行文字 一 发明 苏美人所发明 通行西亚三千年之久 二 特色 商业文件居多数 可见当时商业之甚 二 立法 以之用阴历 将一年分位十二个月 三 数学 有 位 的观念 十进位与六十进位法 并用一分钟六十秒 圆周有三百六十度 四 法典 一 比伦王汉摩拉比制定 为世界上最早的成文法典 二 特色 法律及公正的观念 但对犯罪者的处罚 仍有身份之别 五 建筑 苏美人开始建造高耸的塔庙 展现人神的关系 六 宗教 一 占星术 一 创立者 巴比伦人 加尔蒂亚人 二 特色 展现两河流域悲观的宿命论色彩 三 新奇志与星座 一周七天 每天由一星神轮值 二 一神教 一 创教者 西伯来人所创建的犹太教 以 旧约圣经 为经典 二 影响 犹太教影响后来的基督教和回教很大 三 三 妖教 一 创教者 波斯人所创 二 教义 善恶对立二 原论 崇拜光明和火 七 肥尼基人的成就 一 擅长通商 商业活动便及欧 亚 非三大洲 二 字母的传播 肥尼基人的字母为希腊人和罗马人所吸收 为今日西方字母的共同源头 埃及古文明 七十六地理环境 一 地势孤立 埃及四周为沙漠 高山及海洋所环绕 二 尼罗河的赠礼 一 尼罗河的定时泛滥 有助农业的发展 西元四千年前 尼罗河古地形成农业文明 二 影响 文化融合 政治统一 经济富裕 社会安定 七十七历史的发展 一 历时 近三千年 一起 西元前三千一百年 统一的埃及王朝建立 二一 西元前三百二十二年 亚历山大大地灭埃及 二 分歧 分歧时间特色 古王国前二十七年二月二世纪建金字塔 中王国前二十一年一月八世纪一 恢复秩序及繁荣 后因混乱而衰微 二 被来自亚洲的西克索人以马河战车入侵所灭 新王国前十六年十一月世纪一 驱逐外敌 法老政权权力集中 建立强大军队 二 版图辽阔 踩马拉战车 使用铁制武器 向外征战 七十八古埃及的文明遗产 一 多神信仰 一多神信仰 特别相信太阳神和尼罗河神 二 相信来生 建金字塔 制作木乃一 壁画 巨大的雕刻已被来生之须 二 文字 一 一初期 象形文字 二 后期 表音作用后世字母文字的基础 三 天文立法 制定阳力 四 数学 实境卫法 五 医学 丰富的人体和医药知识 六 学校 神庙有学校 以培养观力 希腊城邦的发展 七十九 希腊文明的起源与城邦政治 一 文明的起源 一 时间 西元前一零零零年 二 地点 爱琴海岛屿 小亚西亚东岸 巴尔干半岛南部希腊地区 二 城邦的出现 一 形成背景 希腊半岛因山海交错而分成许多小区域 适合独立的城邦发展 二 向外发展 一 原因 希腊半岛的己人多 二 方式 建立殖民地 发展工商业 征服 邻邦 三 影响 希腊人将希腊文明传播至地中海和黑海地区等殖民的 三 城邦政治形态 一 斯巴达 永武著称 但未统一全希腊 二 雅典 一 文化成就 全希腊的学校 二 民主政治 现成年男性公民才有选举权 八十 希腊的古典时代与文化成就 一 文化丰富的原因 一 善于吸收外来文化 活泼自由的心灵和直谱纯真的世界观 二 波西战争的鼓舞 以寡极重 自由战胜专制的鼓舞 二 文化成就 一 宗教 一 编造神话 解释自然与人世现象 祈求好运和丰收 二 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 运动员展现勇武 以取悦神明 二 文学 一 史诗 赫马德 伊利亚德 和 奥德赛 两篇史诗反映古代传说与生活 二 戏剧 悲剧和喜剧 显示作者洞察人生和身后素养 三 史学 西罗多德和修席德的著作 成为西方史学的经典之作 四 哲学 一 内容 A初期 探索宇宙本质 B后期 人生问题 二 重要哲学家 苏格拉底 百拉图 亚里斯多德 武艺术 一 特色 建筑 雕像 绘画上 表现出均衡 比例 和谐之美 二 代表 雅典的帕德嫩神庙 六 总结 古希腊在科学 文学 哲学和艺术方面成就 都是后世之典范 八十一希腊化文明 一 希腊化文明的由来 一 马其顿的兴起 西元前四世纪 北方马其顿国王肥利二世统一希腊 二 亚历山大帝国 一 建立 肥利二世死后 其子亚历山大继位 率军东征 灭波斯帝国 建立横跨欧 亚 非三州的亚历山大帝国 二 分裂 亚历山大死后 帝国分裂 三 影响 亚历山大死后的三百年间 希腊文明和西亚 埃及文明加速融合 史称 希腊化时代 二 希腊化时代的文化 一 政治 专制统治 二 经济 商业兴盛 三 社会 贫富悬殊 四 文学 艺术 注重感情表达 五科学 欧几里的的 几何原本 是世界上使用最久的教科书 罗马帝国的形成 八十二罗马的起源 一 建成 西元前八世纪中期 拉丁人在意大利半岛的台博河畔建立罗马城 二 民族性格 罗马人具有质朴永逸的民族性 造就 伟大的罗马 八十三 罗马历史发展 一 王震 罗马最早的政治形势 西元前六世纪被推翻 二 共和 一 共和初期 贵族把持政权 二 共和晚期 一 全民共和 平民是军队的来源 平民要求参政 贵族只得让步 二 领土扩张 统一意大利 征服地中海沿岸 三 帝国 一 背景 一 罗马社会与经济的变化 原先的共和体制已不适用 二 共和末年内战平人 政权落入实力派军人手中 A 凯撒 实力派军人领袖 具有才干 但因独裁专制 遭到暗杀 B B 乌大为 凯撒 养子 以 恢复共和 为号召 平定群雄 重建社会秩序 二 罗马和平 一 帝国的建设 帝国的建立 A时间 西元前二十七年 B建立者 乌大为接受元老院所上的 奥古斯都 尊号 及行政 军事 司法 宗教等大权于一身 罗马共和 明存十亡 进入帝国时期 二 帝国的强盛 乌大为立金图制 之后的两百余年 是罗马帝国的全盛旗 史称 罗马和平 西方的罗马帝国 与东方的汉帝国 遥遥在望 三罗马的衰亡 一 中兴 A时间 西元三 四世纪 罗马帝国 饱受内忧外患之苦 B明君 戴克里仙 君士坦丁等 君主力图振兴 二 分裂 西元四世纪 罗马帝国 东西分治 魏东 西罗马帝国 A西罗马帝国 西元四百七十六年 亡于日耳曼满族的入侵 B东罗马帝国 西元一四五三年 亡于恶徒曼徒尔齐帝国 八十四基督教的兴起 一 创教 一 创教者 耶稣基督 二 二 时间 西元一世纪 三 地点 巴勒斯坦 二 教义 基督教出为犹太教的一个支派 以博爱 谦卑 信者得永生为教义 三 经典 圣经 四 传播 一 传教早期 传播迅速 信者称基督徒 但遭到政府的迫害 二 成为国教 西元四世纪末 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 TOP 中古欧洲的发展 从民族迁徙到封建制度的建立 85日尔曼民族大迁徙 一 时间 西元前三 四世纪 二 民族 匈奴族西迁欧洲 日尔曼民族被迫南下罗马帝国境内定居 三 影响 日尔曼人迁居罗马帝国建立王国 导致西罗马帝国的灭亡 86 蛮族的建国与帝国的出现 一 蛮族的建国与影响 一 第一次建国日尔曼民族 分布 国民建国地点 法兰克王国法国 东哥德王国意大利半岛 西哥德王国伊比利半岛 昂格鲁撒克逊诸王国英国 汪达尔王国北非 二 第二次建国维京人 诺曼人 入侵 西欧 西西里 俄罗斯 丹麦 瑞典 三 影响 一 黑暗时代 蛮族所到之处 破坏城市与文明 造成经济衰退 使得中世纪初其有 黑暗时代 之称 二 基督教的世界 蛮族初位 外裔教徒 后来改姓基督教 欧洲成为基督教的世界 二 帝国的出现 一 查理曼帝国 一 建立着 法兰克王国国王查理曼 二 建国 西元八百年 查理曼被叫宗家免位 罗马人的皇帝 三 分裂 九世纪中期 查理曼帝国分裂 二 神圣罗马帝国 一 建立着 恶徒一世 二 建立 十世纪在罗马被叫宗家免位 神圣罗马帝国 皇帝 三 特色 帝国皇帝多有名无实 政治实权在地方诸侯手中 四 消失 十九世纪初帝国被拿破轮消灭 八十七封建制度 一 定义 基于土地占领和私人关系的政治形态 根据契约而结成主从关系 一 领主 赐得给附庸 并保护附庸 二 附庸 效忠领主 为领主服君义 二 封建社会 一 贵族 一 住所 城堡 二 投贤 应战功或世袭取得 三 特权 领地内有行政 司法及征税权力 二 其事 一 教育养成 其事自幼接受骑马 斗剑训练 信奉基督教 二 职责 效忠领主 为领主与教会作战 三 歧视文学 歧视的勇敢精神和狭义之风 是许多文学作品歌颂的对象 三 农民 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 形同农奴 没有自由 庄园经济与城市兴起 八十八中古前期 庄园生活 一 庄园经济 中古封建制度的经济形态 大贵族有多处庄园 二 庄园经济的特色 一轮根治 农民在同一根地上轮植卖类 斗类之后修根 维持地利 二 生活倾苦 农民生活倾苦 生产所得多角交领主 三 自己自足 除少数物品需交易取得 其余自己自足 八十九中古后期 商业复苏 一 商业复苏的原因 一 农产品商业化 中世纪农业生产方式的改良 使得耕地扩大 生产量提高 人口增加 带动农产品商业化 商业发展 财富累积 二 远距商业的发展 贵族对奢侈品的需求 促成远距离商业的发展 三 城市的兴起 货币的流通 金融业的发展 刺激城市的兴起 城市联盟 垄断波罗地海贸易的汉萨同盟 二 城市的生活形态 一 生活环境恶劣 城市生活环境恶劣 容易传播疾病十四世纪的黑死病 使欧洲减少三分之一的人口 二 行会组织 一 优点 城市各行业都有行会 负责保障行会内会员的生计和产品的品质 二 缺点 阻碍了竞争与进步 九十 封建制度的衰落 一 欧洲商业复苏 二 城市兴起 贸易盛行 三 火药的使用与战术的改变 宗教思想与艺术成就 九十一信仰的时代 一 特色 中古时代以基督教信仰为众心 政治 经济 社会 教育 学术 艺术均需为基督教会服务 二 宗教活动 一 信徒朝圣 基督徒朝圣活动频繁 大教堂是朝圣者的目的地 二 修愿苦修 修事集体在修道愿修行和生活 受教规约束 奉 工作及祈祷 座右鸣 三 神学思想 一 中古早期 一 神学家的出现 罗马帝国末期至中世纪初期有多位神学家 二 奥古斯丁的神学思想 人的原罪须及神的恩典才能得救 二 中古后期 一 教会作用 教会神职人员的中介 可以为人们举行圣礼 二 拯救方式 善功 朝圣 崇拜圣物 九十二 教育 一 中古时代的学校 一 设置地点 大教堂和修道院 二 教育目标 科目位 七 以服务宗教为目的 二 大学的兴起 一 组成分子 教师或学生组成的行会 二 教授 教授 学生 神学 法学 医学 哲学 三 住民大学 波隆那大学 巴黎大学 四 知识重镇 中古大学所在的 该地自然成为知识重镇 九十三 建筑 一 罗马式建筑 一 源自 古罗马 二 特色 厚墙 扫窗 粗柱 庄严稳重 二 戈德式建筑 一 源自 法国 二 特色 薄墙 肩拱 高塔 彩色玻璃锤直上身 东罗马帝国及其文化 九十四东罗马帝国历史 一 地理形式 一 领土 巴尔干半岛及小亚细亚 二 首都 君士坦丁堡一守南宫 二 明君 茶室丁尼 一 工业 一 统一帝国 收复师徒 加强边防 二 统一教会 建造圣索菲亚大教堂 协调与罗马教宗的关系 三 统一法律 建立专制王权 臣治贪污 制定法典 二 影响 茶室丁尼统治时期 形成东罗马帝国的黄金时代 三 衰亡 一帝国后期 王室大兴土木 挥霍无度 内讧不断 国力衰弱 二 王国 1453年 君士坦丁宝贝 二图曼图尔齐人攻陷 帝国灭亡 九十五 文化与宗教 一 文化 一特色 融合希腊 罗马和基督教文化成一体的拜占庭文化 二 文化遗产 文学与历史著作 建筑 绘画 镶嵌 公益 二 宗教 一 虔诚的基督教信仰 东罗马帝国人民对基督教义特别有兴趣 二 东西教会的分裂 一 时间 十世纪 二 原因 教义解释 争夺领导权 三 结果 基督教第一次大分裂 A 东方 东欧 东正教 B 西方 西欧 天主教 罗马公教 九十六 东罗马帝国的历史意义 一 间接屏障 西欧 东罗马帝国抵挡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的入侵 二 促进文化交流 东罗马帝国将东方文物传入西方 立 中国蚕丝 三 影响东欧文化 东罗马帝国对俄罗斯文化影响最大 四 促进文艺复兴 东罗马帝国保留西腊古典文献 促进西欧文艺复兴 TOP 亚洲文化的昌明 印度文化的演变 九十七古印度和文化 与中国 西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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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及并列世界四大古文明 一 地点 印度和流域 二 考古发现 城市中有塔楼 浴场 会议厅 下水道 住宅区等设施 九十八种姓制度 一 依据 婆罗门教义轮回转世说 二 四大阶级 祭司 贵族与武士 平民 奴隶 三 特色 阶级森严 各等级应该遵守行为规范 以维护社会秩序 九十九佛教的兴起 一 时间 西元前六世纪 二 背景 不平等的种姓制度 三 创教者 释迦牧尼 四 教义 明白四地 苦 及 灭 到 行行戒律 超脱轮回 一百印度文化 一 孔雀王朝 一 时间 西元前四世纪 统一印度 二 明君 阿育王 一 弘扬佛教 兴建四庙 二 树立实柱 宣扬 仁慈 自由 真理和纯洁 的治国原则 三 资助灌溉 建立医疗服务 实行宗教宽容 二 极多王朝 一 时间 西元四世纪 二 新兴宗教 印度教 一 特色 吸收婆罗门教 佛教 及民间信仰 二 影响 印度教艺术大盛 三 印度古典文化的黄金时代 一 人文发展 范语文学 法典 二 自然科学 医学 数学 天文 立法 回教势力的扩张 101阿拉伯人的兴起 一 宗教重镇 阿拉伯半岛上的卖家 二 外敌入侵 西元六世纪 波斯人占领夜门 切断阿拉伯向外贸易路线 三 团结对外 阿拉伯人要求统一个部落 抵抗外物 一百零二回教的创立 一 时间 西元六世纪 二 创教者 穆罕默德 三 创教目的 改革多神信仰 创立一神教 四 教义 信奉唯一真神阿拉伯宇宙之神 教徒须行教规 参加圣战 五 经典 古兰经 六 传教过程 一 初期 传教不顺利 西元六百二十二年穆罕默德逃到麦蒂娜回教纪元之时 二 后期 穆罕默德重返卖家 清除偶像崇拜 回教势力大位发展 一百零三回教世界 一 阿拉伯帝国 中国史书称之为大石 一 时间 西元六至十世纪 二 领土 横跨欧 亚 非三大洲 三首都 巴格达 四 分裂 阿拉伯帝国政治发展本土化 形成许多地方小王朝 二 塞尔著土耳其帝国 一 时间 西元十一至十三世纪 二 领土 中东地区 三 三 大事 占领耶路撒冷 阻挠基督徒朝圣 引发十字军东征 三 二 图 曼图 尔齐帝国 一 时间 西元十四至二十世纪 二 领土 横跨欧 亚 非三大洲 三 首都 伊斯坦堡 军事坦丁堡 四大事 一 十五世纪 一四五三年灭东罗马帝国 征服巴尔干半岛 二 十六世纪 苏里曼一世在位 帝国达于鼎盛 大军深入中欧 三 十七世纪 十七世纪 势力 箭衰 四 十八世纪 巴尔干民族运动兴起 五 十九世纪 巴尔干半岛珠民族独立 非洲领土被西方列强瓜分 六 二十世纪 第一次世界大战加入同盟国 战后沦位战败国 一 九二三年凯默尔推翻地制 建立土耳其共和国 一百零四阿拉伯文化 一 文化特性 一 民族融合性强 阿拉伯人移民各地 皆与当地民族融合 二 宗教扩张性强 阿拉伯人透过各种方式 让许多人改姓回教 三 文化包容性大 阿拉伯人重视 学习并保留各地文化 四 古兰经 知识性强 一 古兰经 鼓励人们重视知识 研究学问 创造多元辉煌的阿拉伯文化 二 古兰经 的阅读 使阿拉伯语成为回教世界的通用语 二 文化气息 一 流星文化发展 西元七世纪 阿拉伯人重武力扩张 八世纪后 阿拉伯人流星文化发展 二 世界文化之兜 帝国首都巴格达建有图书馆 学校 学者云集 缔造丰富的阿拉伯文化 105 阿拉伯文化的历史意义 一 东西文化交流的媒介 二 希腊文化与欧洲文艺复兴之间的桥梁 东西文化的交流 106 106 东西文化交流的路线 一 北线 横贯欧亚草原油牧民族与农业民族从事竞争与贸易 二 中线 经过中亚绿洲的 丝路 中国丝绸展转运到罗马 三 南线 联系地中海到南海水域的水到罗马人在一世纪就利用季风航行制印度洋 107 东西文化交流的媒介 一 战事 一 造指数 一 达罗斯之意 阿拉伯帝国击败唐朝军队造指数传到巴格达 二 十字军东征 十字军将造指数传到欧洲 二 印刷术 火药 蒙古西针将中国发明传到欧洲 二 商旅 一 波斯 阿拉伯商人 一 西传 传入西域的历法 音乐 美术 舞蹈 玻璃 二 东传 中国人发明的罗盘金 阿拉伯人传到欧洲 二 欧洲商人 维尼斯商人马可波罗在原始组忽必烈时 畅游中国 回国后将东方建文写成游记 激发欧洲人找寻往东方的新航路 三 中国商人 中国商人将丝绸 茶叶 瓷器等商品和制作方法传到方方 三 僧吕 一 西方僧吕 传教士 传入佛教 颈教 腰教 回教 二 东方僧吕 明僧法宪 玄奘要印度取经 使佛教在中国蓬勃发展 108 东西文化交流的影响 一 东方影响西方 一 饮食文化 东方的饮茶习惯成为西方人的爱好 二 科技发明影响中国欧洲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 二 西方影响东方宗教思想艺术风格与新蔬果 丰富中国文化与生活的内涵 明代传到中国的新作物 番薯玉米花生马铃薯 Top 近代欧洲的兴起 文艺复兴 109文艺复兴的意义 一 时间 14世纪至16世纪 二 地点 意大利中部的佛罗伦斯 后传播到欧洲各地 三 意义 一文化再生 文艺复兴是古典文化的再生 创造力的复兴 二 核心留下许多文化遗迹 二 经济基础 位居东西贸易与文化交流要充 商业发达 货币流通 三 政治基础 一 城市兴起 中产阶级掌握政权 二 统治阶层的鼓励与资助 四 东方文物西传 一 东罗马帝国学者西迁 将希腊古典文献带到西方 二 中国造纸术 印刷术西传 加速西方书籍的流通 一百一十一文艺复兴的精神 人文主义 一 人文主义的特色 一 阳气中古时代以神位本位的想法 二 以人位中心 三 肯定现世与人的价值 四 歌颂人生与大自然 二 人文主义学者 人文主义之父佩托拉克说 我自己是凡人 我只追求凡人的幸福 一百一十二文艺复兴的成就 一 文学方言文学 一 方言文学的新起背景 一 民族意识的蒙发 二 对人生的歌颂 二代表性文学家 文学家著作 诞丹丁 神曲 佩托拉克 诗集 宝加丘 十日坛 塞凡提斯 唐吉赫德 沙士比亚戏剧 二 艺术 一 特色 一 晨替古典风格 二 开创新手法 二代表性艺术家 艺术家特色 乔托尔 突破中世纪的绘画方式 表现人物的性格与感情 三 第一个在平面艺术上表现立体感的画家 达芬奇代表作是 蒙娜丽莎 和 最后的晚餐 深刻描绘人的内心活动 拉菲尔以世俗母亲的形象画了许多圣母像 米开兰基罗绘画与雕刻作品 表现立与美的写实风格 三 政治思想 一 政治思想家 马基为例 二 著作 君王论 三 内容 君主要比狮子凶猛 比狐狸狡猾 以维持权力于不坠 宗教改革 113宗教改革的原因 一 时间 十六世纪 二 原因 意外在因素 一 统治者 反对教会权力高于政权 基于教会庞大的教产 二 商人 不满教会禁止借贷生息 对工商业发展多所限制 三 知识分子 受到文艺复兴思潮的冲击 质疑教会的权威 二 内在因素 一 教会本身的浮化 高级神职人员生活奢靡 二 贩卖赎罪券 教会权威扫地 声望大跌 114新教各派 一 路德教派 一 改革者 日耳曼人马丁路德 二 时间 1517年 三 主张 95条论纲 A 谴责赎赎罪券 B 否定教宗权威至上 C 宣告 圣经 是最后一归 D 强调 因性称义 一 信徒可以直接读 圣经 马丁路德 将拉丁文 圣经 翻译为德文 四 传播的 日耳曼北部诸邦国 北欧诸国 二 喀尔文教派 一 改革者 法国人 喀尔文 二 主张 一 提出 预选说 信徒得救与否 皆由上帝预先选定 二 信徒必须请简促成资本主义的发展 三传播的 西欧 四 别称 一 英格兰的喀尔文信徒称清教徒 二 苏格兰 爱尔兰的喀尔文教派称长老会 三 英国国教派 英国圣公会 一 改革者 英王亨利巴士 二 原因 英王亨利巴士因婚姻问题而与教会决裂 三 主张 英王为英国教会领袖 四 结果 伊丽莎白时期 确立英国国教派 一百一十五天主教的改革 一 原因 面对新教的反抗 天主教上下要求改革 二 改革内容 一 重生教宗至上 二 编定禁书目录 三 增设修道院 四 训练神职人员 五 派传教士赴海外传教 三 耶稣会 一 特色 修士受严格训练 注重科学知识 二 传教 积极在异教徒区域传教名墨来华的立马斗 四 结果 一 维系天主教的声望 二 扩大天主教在世界各的的影响力 116宗教改革的影响 一 基督教世界再度分裂 二 君主权力加强 三 宗教战争导致宗教宽容 教派分歧产生宗教战争 战后各国政府制定宗教宽容的法律 四 促进教育的发展 宗教改革加倡导以母语读 圣经 带动欧洲教育的发展与十字律的提升 地理大发现 117欧洲人远航的动机 一 东方陆路交通的阻绝 一 东方货品需透过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的转手贸易 价格高昂 二 意大利商人想取得直接到印度和中国的道路 二 航海科技的进步 十五世纪 欧洲人具有远航的科技知识能力 三 宗教使命精神 传播基督教的福音于世界各角落 荣耀上帝 118新航路的探险与成就 一 国家 面临大西洋的葡萄牙与西班牙 二 葡萄牙的成就 一航海家 一 亨利亲王 设航海学校 鼓励水手离开西非海岸航行 二 达加马 发现非洲好望角 于1458年抵达印度 二 葡萄牙帝国的霸业 一 东方商业中心 印度果阿的贸易战突破阿拉伯人对东方贸易的垄断 二 亚洲据点 中国的澳门 三 西班牙的成就 一 发现新大陆 一 时间 1492年 二 航海家 相信的原说的意大利人哥伦布 三 结果 哥伦布得到西班牙女王之池 到达今日之加勒比海岛屿 他已围到了印度外围岛屿 故命名为西印度群岛 四 美洲的命名 航海家 亚美利哥最早指出 哥伦布发现一个新大陆 后人应之命名为 美洲 二 环绕地球一周 一 时间 16世纪 二 航海家 麦哲伦 三 结果 麦哲伦虽然在菲律宾丧身 但他的船队最后回到西班牙 完成绕行地球一周的壮举 四 影响 证明地球是圆的 向西航行可以抵达东方 119地理大发现的影响 一 每周粮食作物传到欧洲 亚洲 一 外转作物 每周原产的番薯 玉米 花生 马铃薯 烟草 二 影响 疏解饥荒压力 造成世界人口加速成长 二 欧洲各国的跟进 一 葡萄牙 掌握东方航线而致富 二 西班牙 开采新大陆经营矿 运回欧洲 成为16世纪欧洲强权 三 他国跟进 荷兰 英国 法国 竞相加入地理发现的行列 三 大西洋时代的来临 一 全球交通 欧洲人在世界各地广建贸易战 殖民地 传教据典 二 帝国主义 欧洲人的海外扩张 形成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动 科学革命 120科学革命的原因 一 文艺复兴时代的推动 一 科学家 哥白尼 加利略 达芬奇 哈维 二 新见解 探索宇宙真相 生理学 二 地理大发现的影响 新事物令欧洲人眼界大开 三 印刷术的推广 探索新知的书籍增加 新思想普及化 四 工商业发达 一百二十一新工具与新方法 一 新工具 一 望远镜 显微镜 气压剂和温度剂等新工具改进观察与测量的准确度 二 数学计算方法的改进研究自然的重要条件 二 新方法 一 英国的培根 一 自诩 新知识世界的哥伦布 二 主张 A 提倡用归纳法解决问题 B 创办促进科学研究的学会 二 法国的迪卡尔 一 主张 提倡演艺法 质疑传统知识的正确性 二 明言 我思故我在 以理性思考和了解所有概念 一百二十二天才的世纪 一 时间 十七世纪欧洲科学人才辈出 二 研究领域 数学 天文学 物理学 三 不足处 受科学仪器限制 理论科学成就高于应用科学 四 代表性科学家 牛顿 一 牛顿的理念 站在巨人的肩上 所以看得远 二 牛顿的研究领域 数学 光学 物理学 三 牛顿的贡献 三大运动定律 万有引力定律 TOP 从专制到民主 民族国家的兴起与专制政治的盛行 一百二十三民族国家的兴起 一 定义 同一民族为基础所形成的国家 二 早期的民族国家 一 两国结束彼此封建关系 形成民族国家 二 西班牙 葡萄牙 两国分别驱逐境内的回教势力和犹太教徒之后 发展成民族国家 一百二十四专制政治的盛行 一 专制政治形成原因 一 国军卧有实权 一 税收来源 城市兴起 贸易成长及殖民的的建立 二 税收用途 建立常备军 官僚制度 三 获取民心 消除关税障碍 保护工商利益 二 中产阶级的拥护 提供国军财财和人才来源 三 人民爱国意识成长 人民效忠君王 造成王权兴起 专制盛行 二 绝对专制 一 时间 十七世纪 十七世纪 二 原因 军权神兽论 一 君王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 二 人民必须服从君王的命令 三 绝对专制君主 一 法国国王路易十四 二 俄国沙皇彼得大帝 三 开明专制 一 时间 十八世纪 二 原因 启蒙运动的影响 三 师政目标 建立富强的国家 四 师政措施 中央集权 发展经济 向外扩张 司法改革 推广教育 五 开明专制君主 一 俄国沙皇凯撒林二世 二 普鲁士国王菲特列大帝 一百二十五专制政治的历史意义 一 开明专制比绝对专制君主更注意民主 改革 二 开明专制的本质上仍是专制政治 启蒙运动 一百二十六启蒙思想家的理念 一 提出新宇宙观 造物主创造万物后 一 自然律运行而不干预 二 相信科学与理性的定律 可以解释所有自然现象及社会活动 三 肯定人类的进步性 提倡自由 平等 生命等天赋人权的观念 一百二十七启蒙运动的开展 十八世纪 一 英国的启蒙思想家洛克 一 主张 一 天赋人权说 人的生命 自由与财产是不可剥夺的 二 人民有权可以推翻政府 政府施政违反天赋人权 人民可以反抗 二 影响 一 美国的独立宣言 二 法国的人权宣言 三 十九世纪中南美洲国家的独立战争 二 法国的启蒙思想家 伊福尔泰 一 称赞英国的制度 二 攻击法国天主教会及社会不公平之事 三 要求言论自由 二 孟德斯揪 一 著作 法义 二 主张 行政 立法 司法 三权分立 三 卢梭 一 一 著作 名曰论 二 主张 A 主权在明 B 人身而自由 C 普遍 普遍意志 作为立法依据 英国议会政治与美国独立 128 128 英国议会政治的演变 一 十七世纪 一 清教徒革命 一 其因 下议院势力日强 与国王发生冲突 二 结果 议会得胜 处死英王查理一事 二 光荣革命 一 其因 英王詹姆是二 是信仰天主教 二 结果 A 议会推翻英王詹姆是二 是 改立他的长女玛丽及其夫婿 荷兰国王威廉为英王 B 通过 权力法案 确立英国的议会政治 君主立宪政治 二 十八世纪 一 政党政治 一 其因 十八世纪 英国政治有两党轮流执政 A代表富有地主的王党 金保守党 B代表中产阶层的民党 金自由党 二 结果 政党政治形成 有助民主的发展 二 责任内阁制 一 其因 英王来自欧陆 不熟悉英语和英国内政 二 结果 A内阁大臣 下议院的多数党议员中选出 使政府运作顺利 B首相 内阁总理大臣 下议院的多数党领袖担任 英国政府的真正首领 129美国独立运动 1. 美国独立的原因 1. 经济上 英国政府要求北美13个殖民的分担对法国战争费用 2. 政治上 2. 北美人民认为英国议会没有殖民的代表 政府无权征税 2. 美国独立的经过 1. 独立宣言 1. 时间 1776年 2. 地点 费城 3. 内容 A列举英王罪状解除殖民的对英王的隶属关系 B. 宣布成立美利坚和众国 美国 2. 独立战争 1. 殖民的统帅 华盛顿指挥美洲民兵 击败英军 2. 外国支援 法国 荷兰 西班牙 3. 结果 英国承认北美殖民的独立 3. 独立后的建国工作 1. 制宪会议 1. 地点 费城 2. 原因 解决独立后政治 经济问题 3. 成员 北美十三州代表 4. 结果 A. 定出世界 世界上第一不成文宪法 B. 成立世界上第一个三权分立的民主政府 C. 选华盛顿为美国第一任总统 2. 宪法修正案 1. 1791年于宪法中增列十条修正案 2. 目的 2. 目的 2. 保障人民自由与权力 3. 总称 3. 权力点张 2. 目的 2. 两大革命与西方的巨变 3. 工业革命 3. 工业革命 3. 工业革命的定义 4. 起源和传播 1. 工业革命的定义 1. 时间 18世纪中叶以后 2. 生产方式的变革 采用蒸汽和电位动力的机器 大量制造物品 2. 工业革命的起源 3. 工业革命的传播 英国欧陆 美国亚洲 19世纪前期 欧洲大陆 29世纪后期 1. 中国自强运动 2. 日本明治维新 131工业革命的原因 1. 地理大发现以来 运输和日用品的需求 4. 四机生产方式的改变 2. 英国的有力条件 1. 对外贸易累积大量资金 2. 企业人才集中 3. 煤矿工业领先欧洲 4. 机器生产快速获利 5. 政治安定 6. 社会自由 132工业革命的经过 1. 民生工业开始 工业革命由纺织业开始 2. 新机器发明 织布机 纺杀机 3. 绿杀机 4. 相继问世和改良 3. 交通工具 4. 铁路 5. 汽船 5. 电报等 6. 交通工具 6. 不断地发明 6. 公业革命的影响 7. 社会变迁 7. 都市化 7. 人口集中都市 7. 工厂制度 8. 与劳资对立问题 8. 劳工服 9. 只被资方忽略 9. 造成贫富差距 9. 阶级对立 3. 社会主义的兴起 1. 主张 9. 人人享有公平的生活权利 2. 激进派 9.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 2. 政治变革 1. 人民要求政治参与 2. 扩大选举权 3. 新发明层出不穷 1. 科学理论与技术密切结合 2. 十九世纪末 3. 工业先进国家开始用电 4. 工业革命与帝国主义结合 1. 列强争夺殖民的 欧洲列强在亚洲 非洲争夺殖民的 的原料市场 2. 世界大战的浩劫 欧洲列强的贸易竞争和军备竞赛 导致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法国大革命 134革命的背景 1. 国会没有权利 法国三级会议权利不如英国议会 2. 政府财政吃紧 法王路一十四好大喜功 国家财政面临崩溃 3. 社会赋税不公 1. 阶级社会 法国社会分成教士 贵族 平民三大阶级 2. 赋税不公 贵族与平民享有特权 只有平民需缴纳税务及福劳役 4. 司法不公平 5. 启蒙思想影响 启蒙思想加鼓吹自由品等观念深入民心 6. 美国独立革命的刺激 135革命的经过 1. 三级会议的召开 1. 时间 1789年 2. 起因 法王陆毅十六未解决财政问题 召开三级会议 3. 结果 平民代表不满投票表决方式 自行集会 成立国民会议 2. 大革命的引爆点 1. 时间 1789年7月14日 2. 起因 8. 巴黎市民攻陷巴士底监狱 3. 结果 法国大革命的开始 3. 国民会议的成就 1. 人权宣言 的通过 保障人权及建立法制 2. 建立共和国 废除国王统治 除死法王陆毅十六 4. 外国的干涉 1. 原因 欧洲各国君主 避免法国革命波及 本国和自己安全 2. 入侵法国 陆毅十六死后 各国组成反法联盟 禁军法国 5. 恐怖统治 1. 原因 应付外国入侵和内部叛乱 2. 手段 逮捕并处死 有反革命嫌疑者 3. 结束 恐怖统治随激进派领导人 罗伯斯比尔被处死 而结束 6. 都政府 1. 制定新宪宪宪宪宪 жить 法国政府有五位领导人負責 2. 失败 2. 失败 1. 领导人只关心自己的权力 腐败无能 2. 政府无力面对外武威胁和国内不满的困境 3. 结果 法国人心思变 需要一个强人领导 与年轻将领拿破仑可乘之机 136. 拿破仑的崛起 1. 崛起原因 数度击败反法联军 国内声望极高 2. 夺取政权 1. 废除都政府 自认第一执政 2. 称帝 1804年 拿破仑称帝 3. 施政 1. 内政 确立法国财政教育制度 2. 外交 解决宗教问题 与教宗修好 3. 三思法 制定 拿破仑法典 19世纪上半叶西方的政治与文化 137. 政治 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 1. 民族主义 1. 原因 1. 拿破仑将法国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向外传播 2. 拿破仑仑 2. 拿破仑的占领,激起占领区人民的民族感情 2. 结果 民族主义、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结合 1. 欧洲各地发生反对专制统治的革命 2. 中、南美洲殖民的要求独立 2. 自由主义 1. 政治改革或革命目的 放宽成年男子选举权 制定保护人权的法律 2. 英国的改革 1. 改革法案 1832年级以后的改革法案 扩大选举权 2. 结果 政府更民主而稳定 人民更为自由 3. 法国的再革命 1. 革命 1830年的7月革命 1848年的2月革命 2. 革命目的 争取自由 3. 结果 选举权逐渐放宽 加速社会与经济的变革 138文艺 浪漫主义 1. 时间 19世纪前期 2. 起因 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影响 3. 主张 1. 反启蒙运动 反对理性 强调感情 民族情感 2. 怀骨念旧 憧憬中世纪与异国情调 3. 关怀人道与自由 重视社会公正 崇拜英雄 4. 歌颂大自然 4. 代表性文学家与艺术家 国籍文学家与艺术家作品 英国拜伦诗篇 德国歌德 少年维特的烦恼 德国贝多芬交响曲 139科学的普及语应用 1. 生物学 物种进化论 1. 提出者 英国生物学达尔文 2. 内容 物进天则 逝者生存 3. 结果 种族主义 殖民主义 帝国主义的猖狂 2. 医学 麻醉剂的发现 减少病人痛苦 增加外科手术成功的机会 TOP 民族主义的流行与帝国主义的横行 第十一节日尔曼和意大利的统一 统一前日尔曼意大利 小邦灵力中古时期 神圣罗马帝国与罗马教宗的政教冲突 造成日尔曼和意大利的分裂 小邦灵力 拿破仑 拿破仑占领其坚一 大幅减少小邦数目 2. 激励两地民族主义的情绪 最大障碍澳国 法国 领导国普鲁士萨丁尼亚 统一基础一 强大的陆军 2. 领导北方各邦成立 官税同盟 奠定经济统一的基础 1. 意大利境内唯一本土王室统一的王国 2. 实施宪政 名相彼斯迈 铁血宰相 加富尔 统一过程筹划 1. 对内 副国强兵 2. 对外 排除澳 法势力 3. 次战争 1. 普丹战争 2. 普澳战争 3. 普法战争 1. 萨澳战争 2. 普澳战争 3. 普法战争 普法战争完成统一 1871年普鲁士国王与法国凡尔赛攻加冕 德意志帝国成立 1870年利用普法战争 进军罗马 完成统一 第十二 2. 劫拉丁美洲和巴尔干的独立运动 1. 拉丁美洲 1. 名称由来 1. 一般人称墨西哥河中南美洲的人名为拉丁美洲人 2. 早期殖民墨西哥河中南美洲的民族为拉丁民族 2. 他们使用的语言 3. 西班牙语 4. 葡萄牙语 5. 法语 5. 皆源自拉丁语文 2. 欧洲人入侵前的古文明 1. 墨西哥 5. 阿兹提克文明 6. 阿兹提克 2. 秘鲁 5. 印加文明 6. 印加 3. 独立运动 1. 背景 1. 内在的不满 欧洲殖民者殖民拉丁每周数百年 造成当地经济和社会的冲突 以及印第安人种族和文化的被摧残 2. 外在新思潮刺激 美国独立运动 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 2. 时机 19世纪初 乘法军占领西班牙和葡萄牙之计 3. 独立 19世纪初 几乎所有西属美洲和葡萄牙属地巴西 皆宣告独立 2. 巴尔干半岛 1. 背景 1. 伊民族和宗教复杂 1. 五世纪 斯拉夫人开始进入巴尔干半岛 2. 十四世纪 信奉回教的土耳其人征服以信仰基督教为主的巴尔干半岛 2. 土耳其帝国的衰弱 1. 十九世纪后 土耳其帝国日渐衰弱 2. 巴尔干由于战略位置重要 成为欧洲列强注目的焦点和角逐的场所 2. 独立运动 1. 十八世纪 巴尔干民族运动已经展开 2.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 阿尔巴尼亚 保加利亚 希腊和塞尔维亚等国皆已独立 3. 独立后处境 1. 新国厉害冲突 这些新兴国家 国内民族问题复杂 彼此厉害冲突 2. 强国干预 欧洲强国的干预 危机经常发生 3. 成为欧洲火药库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巴尔干地区爆发 第十三节日本的明治维新 1. 十九世纪的日本 国内秩序瓦解 欧美列强还四民族意识觉醒 明治维新成为帝国主义国家 2. 时代背景 1. 对内 1. 政治上 1. 中央 12世纪起 日本政治实权落入 幕府将军 手中 天皇形同傀儡 2. 地方 地方诸侯各具一方 征战不已 2. 社会上 阶级划分森严 1. 万事一系的天皇制度 2. 神道教 3. 武士道精神 2. 对外 1. 结束锁国时期 1. 十七世纪 德川幕府实施锁国政策 2. 德川幕府实施锁国政策 19世纪 19世纪 美国舰队率先脅迫 结束日本的锁国时期 2. 日本被迫与欧美各国签订不平等条约 3. 尊王攘夷运运动 3. 迫使得川幕府将大政奉还给明治天皇 3. 为新内容 1. 政治改革 3. 颔布宗教 结果与影响 一、维新成功 成为亚洲第一个工业化和现代化国家 二、向外侵略 一、甲午战争 打败中国 占有台湾、朝鲜 二、日俄战争 成为世界强国 三、影响 日本成为亚洲的帝国主义侵略者 第十四节新帝国主义 一形成背景 一、大事上 殖民帝国的重新扩张 一、十六世纪至十八世纪 一、国家 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 二、侵略地区 美洲、亚洲 二十九世纪后期 殖民帝国重新扩张 二、经济上 为原料、市场与保护贸易 一、工业革命后 各国为了原料、投资和市场 加紧扩张殖民的 二、国际敌对 竞争与冲突严重 各国为了保护自己的贸易利益 二、心理上 一、种族优越感 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 二、代表国家 一、旧有的帝国主义国家 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俄国 二、新加入帝国主义国家 德国、比利时、美国、意大利、日本 三、侵略地区 一、十九世纪末 非洲、太平洋地区 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 美洲间接受制于美国、欧洲势力遍及全球 四、影响 一、列强间冲突 一、商业利益的竞争和殖民的的争夺 导致列强冲突和国际危机 二、例子 日俄战争 二、被侵略者反抗 一、帝国主义者对殖民的或落后地区的政治性、经济性、文化性的侵略和剥削 引起武力或非武力的反抗 二、例子 印度甘地、Mohandas Gandhi 领导、不合作运动 反抗英国帝国主义 Top 第十八章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一节结盟 危机与战争 一、结盟 一、三国同盟得意志帝国、奥匈帝国、意大利王国 一、形成之因 普法战争后 比斯麦为孤立法国而与奥国、意大利帝结盟约 四位、三国同盟 二、意大利被盟 一、九一五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意大利加入协约国阵营 二、三国协约法国、英国、俄国 一、法国 打破德国孤立、积极运作反制 二、英国 德国发展海军、令英国不安 三、俄国 德国发展、俄国备受威胁 二、维基 一、巴尔干维基与摩洛哥维基 均有三国联盟与三国协约的介入 二、岛火线 一、九一四年奥匈帝国王处匪迪南 Francis Ferdinand 大公夫妇在塞拉耶佛 Sarajevo 被塞尔维亚人刺杀 三、战争 一、大战爆发 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 大战爆发 二、战争初期 同盟国先胜后拜 一、西县 击败英、法军 二、东县 击败俄军 三、战局改观 一、一、九一五年 战争进入胶着状态 二、一、九一七年 一、俄国在十月革命后退出战场 二、美国参战 四、战争结束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战争结束 协约国获最后胜利 四、代价与影响 一、死伤惨重 交战双方军民伤亡以百万计 二、文明衰微 文明与社会体制衰微 三、怀疑科技 科技进步使战争工具更具杀伤力 人们对科技文明产生怀疑 四、女权提升 妇女在战争期间贡献卓著 地位提升 五、欧洲市衰 欧洲列强势力衰微 在国际舞台位在扮演重要角色 第二、结合会 合约与国际联盟 一、巴黎合会 一、召开 1919年1月 协约国与巴黎近交 召开合会 解决战后各种问题 二、与会代表 一、战胜国 协约国阵营 二、未参加者 一、战败国 战败的同盟国未能参加 二、俄国 中途退出战争 三、大国主控 一、三巨头 一、英国 首相劳和乔治 David Lloyd George 二、 法国 总理克里蒙梭 Georgias Clemenso 三、 美国 总统威尔逊 Woodrow Wilson 二、利益冲突 一、 三者主张各异 二、 受战时密约约束 三、 战后问题 无法公正处理 四、对中立国不公正 在中国引发 五四运动 的山东问题 即为一例 中国代表 拒签合约 二、 巴黎合约 一、 巴黎合约 战胜国与德国 奥地利、匈牙利、保加利亚 和土耳其签订五个条约 总称巴黎合约 二、 反尔赛条约 对德条约 最为重要 一、 内容 割地赔款 交出海军 解散陆军 放弃商船和所有殖民的 二、 过度严苛 德国需负起所有战争责任 埋下第二次世界大战种子 三国际联盟 一、 成立宗旨 伊威尔逊的理想 战后成立一个维持永久和平的国际组织 二、 成立与发展 一、 1920年成立 总部设于瑞士日内瓦 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 有58个会员国 二、 失败原因 一、 美国未加入 国会拒绝批准反尔赛条约 也未加入国联 二、 列强的跋扈 无法维持国际秩序 四、 国际和平的破坏 一、 日本侵略中国东北 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东北 发生 918事变 国联未能有效制裁 二、 意大利 德国相继效法日本 国联功能面临考验 TOP 第十九章战奸棋 第一节亚非国家的独立运动 一、 背景 一、 列强元气大伤 第一次世界大战暴露 欧洲列强残暴和脆弱的一面 二、 殖民的争取自由 一、 殖民的人民以血汗和金钱支持 其殖民者 了解白人并非无敌 二、 殖民的人民利用战争机会 争取自由和其他机会 三、 有新观念的领导者 一、 印度、 甘地 二、 土耳其、 凯默尔、 穆斯多发·凯默 二、 亚洲国家 一、 印度、 第一次世界大战 后, 甘地以不合作运动 争取印度地方自治中央仁寿英国控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印度才独立 二、 伊朗、 波斯、 波斯、 元寿英、 俄控制 青年军官利撒汉 瑞萨康 奋力抵御外伍 建立巴勒维王朝 三、 土耳其 一、 废除不平等条约 凯默尔以外交和军事手段 与协约国重定合约 二、 创建共和 1923年建立共和国 推行现代化运动 提高国际地位 四、 沙烏地阿拉伯 二十世纪初为英国保护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获得独立 五、 泰国 因法放弃在泰国的制外法权 三、 非洲国家 一、 地中海沿岸的回教国家 一、 埃及 一、 原为英国保护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片面宣布埃及有条件独立 二、 埃及民族主义者要求参加巴黎和会 英国不准 引起埃及人民不满 二、 摩洛哥 以游及战方式 给予法国和西班牙殖民统治有力的打击 1956年摩洛哥才脱离法国独立 二、 工业化的南非联邦 第二截欧美国家的转变 一、 美国 一、 内政 一、 第一战后金融业和工商业表现突出 二、 农业发展停滞 但总体而言 全国人民生活富裕安适 三、 人口占世界6% 消耗全世界3%的橡胶和石油 二、 外交 实行孤立主义 拒绝干预欧洲事务 二、 欧洲 一、 法国 一、 战后政治不稳 经济困难 二、 潘加莱总理主政后 才恢复繁荣 二、 德国 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第二帝国 灭亡 比斯迈所建立的德意志帝国 二、 威马共和建立 一、 初期 社会动乱不安 马克大幅贬值 贫富差距扩大 二、 中期 A全民努力 政局主吻 所制定之威马共和宪法成为 其他国家宪法的典范 逼人民怀念过去德国的光辉 对德国屈服他国的现状 甚不满意 三、 英国 一、 工业丧失国际竞争优势 政府不愿让英镑贬值 使出口困难 二、 爱尔兰独立运动 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爱尔兰自治 但北爱尔兰人属英国 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南爱尔兰独立 但北爱归属问题 直到20世纪末才解决 三、 苏联 一、 革命后的混乱期 实施共产制度 农工生产大幅滑落 激荒和瘟疫随之而来 二、 共产党政权的稳定 一、 外交、 列宁、 尼克莱雷连 成立共产国际 作为控制世界各地共产主义运动的机构 二、 内政 一、 采航新经济政策 A1921年列宁推行新经济政策 吸引外资、 恢复农民和商人的经济自由 逼大型工业国有化继续进行 二、 独裁统治 A1924年列宁病死 史达林、 Joseph Stalin 继任 独裁统治苏联25年 B1927年 苏联的农工生产已超越战前 第三截经济大恐慌和军国主义的猖獗 一、 经济大恐慌 一、 起因 一、 生产过剩 供过于求 一、 美国提高产能供应海外民生物资 二、 欧洲设备更新1925年后 全世界农工产品供过于求 二、 关税壁垒 各国采取关税保护政策 防止他国货物入侵 互相抵制 互相抵制 经济陷入困境 二、 恐慌情形 一、 股票崩盘 1929年 美国纽约股票崩盘 引发美国空前经济大危机 二、 全球经济大恐慌 美国经济危机 蔓延到欧洲和全世界 三、高峰 1932年达高峰 全美失业人口达4000万人 四、 貿易保护主义盛行 各国以货币贬值刺激 本国产品输出 却以关税壁垒阻止他国产品输入 二、 军国主义 一、 背景 一、 英、 美、 法教义解决经济危机 经济雄厚 又有广大的国内市场或殖民的 二、 一、 日教难解决经济危机 经济困难、社会不安 造成人民不满 二、 军国主义 一、 德国希特勒 Adolf Hitler 一、 对内独裁 1933年希特勒夺取政权 威马共和结束 建立第三帝国 二、 对外侵略 推行大型工程和扩充军备 解决失业问题 并未向外侵略做准备 二、 意大利莫索里尼 Benito Mussolini 一、 对内独裁 1922年末索里尼任首相 建立独裁政权 二、 对外侵略 对外侵略 加速在非洲殖民 三、日本军阀 一、 对内独裁 右派和军阀崛起 民主宪政逐渐瓦解 二、 对外侵略 中国成为日本向外侵略的首要目标 第四节文化与思想 一、科学的发展 一、理论科学 一、相对论 三、爱因斯坦 Albert Einstein 的相对论 改变传统的时空观念 二、放射性物质 居里夫妇 Pierre & Marie Curthy 的研究成果 对医学有贡献 三、遗传学 肯定染色体与遗传学的关系 二、应用科学 一、人造丝和人造橡胶 德国人发明 二、合金与不锈钢 钢铁和化学工业进步的结果 三、生产线 美国人首创以科学方式管理企业 三、社会科学 一、心理学 佛洛伊德 Sigmund Freud 的潜意识理论 给心理学很大震撼 二、经济学 凯因斯 John M. Keynes 的消费刺激经济繁荣理论 修正各国自由经济政策 三、社会学 维博 Max Weber 的社会方法论贡献很大 所有社会科学家都受影响 二、文学和艺术 一、特色 一、不断标新利益 1920年代文学家和艺术家的作风 二、注重原创性和个人灵感 故意制造出奇不易的震撼效果 二、艺术家 一、比卡索 Pablo Picasso 一声画风多变 在陶译和雕塑方面也颇有造诣 二、史特拉温斯基 Egor F. Stravinsky 一、音乐作品以大胆、创新和多变文明 二、代表作品 《春之祭礼》、火鸟 三、文学家 一、海明威 Ernest Hemingway 《战地春梦》描述西班牙内战 二、雷马克 Erik Henry Mark 《西线无战事》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战 三、史坦贝克、Johnny Steinbeck 《愤怒的葡萄》描述饱受经济危机摧残的美国农民 三、思想的转变 一、反省工业文明 历经战争和经济大恐慌 有时知识思考造成战争和无产阶级的工业文明 二、左派思想出现 1930年代 各种左派思想陆续出现 三、重新注重手工艺 德国、法国和意大利 人们开始重视手工艺 轻视原本重、量、不重、值、的生产方式 四、大众文化 一、传播媒体普及 1920年代电影 《无线电广播》的普及 一、提供民众娱乐 提升人民文化水准 二、促销政治理念 《乱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总统的 《卢边谈话》、缩短他与美国人民的距离 二、休闲活动的安排、足球、单车等运动和国外旅游皆盛行 TOP 第二次世界大战 战争的时末 五周新国的侵略 一、日本 一、1931年 918事变 侵略中国东北 二、1937年 鲁沟桥事变 全面侵略中国 二、意大利 1935年 吞并伊索皮亚 三、德国 兼并奥国和捷克 六、战争经过 一、战争爆发 一、姑息 因 法院采姑息主义 助长侵略气内 二、宣战 1939年 德国进军波兰 因 法相德宣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二、初期 一、先攻西县 德军闪电战席卷欧路 为遭丘吉尔 Winston S. Churchill 領导的英国顽强抵抗 二、在攻东县 1941年 德军东清苏联 德苏战争爆发 三、后期 一、珍珠港事变 一、 1941年 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 二、 同盟国的抵抗 A、美国对轴心国宣战 中国也对德国、意大利宣战 B、中、美、英、苏等同盟国对抗轴心国的局面形成 C、美国成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 大力支援同盟国 二、同盟国反败未胜 1942年中期 一、盟军相继在太平洋、北非和欧洲等战场 反败未胜 三轴心国在欧洲的失败 一、1943年 三、盟军登陆意大利南部 意大利投降 二、 1944年6月 美军将领艾森豪、 Dwight D. Eisenhower 指挥盟军登陆诺曼第 光复法国 三、 1945年5月 東向的盟军与西向的苏军会师、希特勒自杀 德国投降 四、亚洲战场 一、 中国军队牵制日军主力 协助英国收复缅甸 二、 美军在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 指挥下收复菲律宾 占领琉球 五大战结束 一、 1945年初 罗斯福突然去世 继任的杜鲁门 Hurry S. Truman 希望速战速决 结束对日战争 二、 1945年8月 美军在广岛和长崎投下 大原子弹 8月14日 日本宣布投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三、 日本投降前六天 苏联对日宣战 并进军中国东北 战时的国际关系 会议时间参加者地点内容要点 联合国宣言 1942美国邀请已向轴心国宣战的26国美国华盛顿全力对轴心国作战,直到胜利为止。 开罗会议 开罗会议1943中,美,因埃及开罗仪 加强对日作战,直到日本无条件投降。 2、日本归还甲武战争以来侵占中国的领土台湾、澎湖、东北。 3、韩国独立 德黑兰会议1943美,因苏伊朗德黑兰开辟,第二战场,减轻德军对苏军的压力。 亚尔达会议1945美,因苏苏联亚尔达讨论如何快速结束对日战争和建立战后的国际秩序。 以德国虚无条件投降,并接受美,因,法,苏四国分区占领。 二战后召开在旧金山联合国大会中,美,因,法,苏五国未常任理事国,享有否决权。 三苏联需在德国投降三个月内对日战,美,因两国同意恢复日俄战争前俄国在远东享有的特权。 一、取得千岛群岛及库叶岛南部。 二、大连商港国计划。 三、旅顺租借权。 四、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共管权。 四、中国承认外蒙古独立。 影响罗斯福急于结束战争,牺牲中国权益,换取苏联参战,为中国带来无穷后患。 波磁坠坦会议1945美,因苏德国柏林禁交的波磁坦仪。 确认四国占领德国决议 二发表波茨坦宣言 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 东西冷战下的世界局势 亚非新兴国家与第三世界 七背景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民族自觉已成为时代主流 二、欧洲势力瓦解 新兴国家出现 八亚洲新兴国家 一、东亚地区 一英属、印度、巴基斯坦、西兰 1972年改名为斯里兰卡 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 二、发属、越南、辽国、高棉 柬埔寨、柬埔寨 三、河属、印尼 四、美属、菲律宾 五、日属、韩国 二、西亚地区 一、英、法委任统治 黎巴嫩、黎巴嫩、叙利亚、约旦 二、以色列独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国引爆长达半世纪的以阿冲突 三、共产势力介入导致分裂的国家 一、韩国北韩、南韩 二、越南北越、南越 1975年北越兼并南越、越南统一 九、非洲新兴国家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非洲国家纷纷独立 新兴国家达四、五十个过程大致和平 二、独立战争 阿尔及利亚经八年战争 于1962年脱离法国独立 十第三世界 一、背景 1955年印尼万龙举行亚非会议 第三世界 一词开始出现 二、成员 一、亚非两大洲新兴国家 二、美洲和大洋洲新兴小国 三、成立目的 一、争取国际舞台发言权 二、解决各国国内的经济问题 三、新兴国家必须团结 方能与美苏两大集团相抗衡 四、共同难题 政治上虽然独立 但内部动荡不安 内战平凡 经济萧条 联合国与区域统合 十一联合国 一、背景 一、轴新国的侵略摧毁了国际联盟 二、抵抗轴新国的同盟国倡导成立联合国 二、根据 一、九四五年亚尔达会议的决定 三、成立过程 一、一、九四五年四月 于旧金山召开成立大会 通过联合国宪章 二、一、九四五年十月 联合国正式成立 设总部于纽约 四、主要机构 一、大会 安全理事会 经济社会理事会 国际法庭 二、安全理事会 得以军事制裁对付侵略者 五、功能受限 一、滥用否决权 中、美、英、法、苏五个常任理事国拥有否决权 使联合国无法发挥应有的功效 二、和平部队功能有限 联合国派遣和平部队付多市地区维持和平 但功能有限 三、小会 原国太多 小国太多 使联合国大会议事缺乏效率 六、贡献 主要在人权 卫生 救灾 文教等方面 十二 区域统合 一、统合的条件 相同历史或地理渊源的国家 二、统合的目的 提升国际竞争力 三、重要的区域 统合组统合组织 欧洲经济共同体 又称欧洲共同市场 三、发展 欧洲共同体欧洲联盟 A、快速发展 初期以经济为目的 后会员国越来越多 达原先知三倍 B、统合的范围 B、统合的范围 由经济扩展至货币 金融和紧正 C、外交影响力 足够和美 苏抗衡 D、冷战结束后 欧洲联盟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华沙公约组织 W、P、河流 二、非洲 非洲团结组织 OAU 三、中东 阿拉伯国家联盟 LUS 四、亚洲 一、东南亚国协 ACON A会员国 菲律宾 印尼 马来西亚 新加坡 泰国 越南 柬埔寨 汶来 缅甸 辽国 B、目的 总部设于印尼亚加达 进行经济文化的区域性合作 二、亚太金合会 APEC A成立 前澳洲总理霍克 Bob Hawk 于1989年发起组成 B、目的 达成太平洋地区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 五、北美洲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AFTA 冷战与区域性战争 十三 美苏集团的形成 一、美国 领导西欧民主国家 组成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抗苏联 二、苏联 领导东欧共产集团 组成华沙公约组织抗衡北约 十四 冷战 一、背景 一、避免核子大战 双方皆有强大的核子武力 因此尽量避免引发核子大战 二、以各种方式明争暗斗 一、政治、经济影响力 二、军备竞赛 三、情报战 二、战场 一、第三世界 二、联合国安理会 三、维基美 苏两强几乎开战 一、柏林维基 1948年苏联封锁柏林 二、古巴维基 1962苏联在古巴建立飞弹基地 四、尾声 1985年苏联戈巴契夫上台 冷战进入尾声 十五区域性战争 一、韩战 一、背景 一、1949年中共占领大陆 美国的亚洲防线退缩至菲律宾 日本一线 二、1949年美国撤离驻守南韩部队 间接鼓励苏联和北韩的侵略 二、经过 一、北韩南清 1950年在中共和苏联的支持下 北韩入侵南韩 引发长达三年的战争 二、美国 中共介入 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队和中共军队先后介入战局 三结果 一、南北韩回复原点 战争结束 南、北韩将界又回复到原点 二、台海情势稳定 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 台湾政治情势开始稳定 三、自由日 1954年1月23日 一万四千名参战被俘的中共官兵 不愿遣回大陆 而选择台湾 123自由日 的由来 二、越战 一、原因 一、法军退出越南 1954年 1954年法国在殿蝙蝠惨败 退出越南 二、美国介入战争 美国为阻止北越共产党统一越南 介入一场长达二十年的战争 二、结果 一、美国损失惨重 美国兵力和财力损失惨重 国内反战情绪高涨 二、越南全面赤化 1973年美军撤离越南 1975年北越攻下南越首都西贡 统一越南 三、中东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中东成为多市地区 一、以阿战争 以色列独立后 与临近阿拉伯国家发生四次 以阿战争 二、两伊战争 1980年代 伊拉克与伊朗发生长达八年的战争 三波湾战争 1990年代 以美、英、法三国为主力的盟军 将侵略者伊拉克赶出科威特 德国统一与苏联解体 十六哥巴契夫 Mikhel Gorbachev的改革 一、背景 一、经济贫困 二、政治不自由 三、人民要求改革 二、改革 一、对内 推动政治和经济改革 二、对外 一、改善与欧 美民主国家的紧张关系 二、放松对东欧共产国家的干预 三、影响 一、冷战的结束 二、苏联的解体 三、东欧的非共化 四、德国的统一 十七、东欧的非共化 一、背景 苏联的改革 与东欧共产国家的改革运动很大的鼓舞 二、改革 东欧国家以自由选择或革命手段 先后结束共党一党专制 匈牙利共产党一名为社会党 三、结果 一、民主自由 东欧民主之风一时大胜 二、经济困难 与共党东山在起之机会 三、共党在起 共党在许多国家选举中 又逐渐获得选民认同 十八、德国的统一 一、背景 一、两德关系逐渐改善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德国分成东德、苏联占领区 和西德、美、英、法占领区 二、1970年代后 东、西德实质关系逐渐改善 二、苏联外交政策改变 戈巴契夫的改革和外交政策 加速东、西德统一 三、化解法 苏移律 西德的努力 化解两德统一的最大障碍 四、东德经济困难 东德的经济问题游西德接手解决 二、统一 1990年两德正式统一 国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定都柏林 十九 苏联解体 一、背景 一、改革的风潮 二、民族自觉的影响苏联十五个加盟共和国 放弃共党专政 宣布独立 二、解体 一、1991年 十一个加盟共和国在俄罗斯总统叶尔辛 Boris Yeltsin 领导下 组织独立国家国协 二、苏联总统戈巴契夫辞职 苏联瓦解享国74年 苏联历史 1917-1991年 TOP 新时代的来临 高科技与大众文化 二、时探索宇宙奥秘 一、背景 二十世纪下半叶 随高科技发展 人们探险目标转移到宇宙 二、美苏太空竞赛 一、苏联 一、一九五七年 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 二、一九六一年 完成首次载人到太空飞行 二、二、二十世纪 二、一九六九年 太空人阿姆斯状 Nio A.M. Strong 登陆月球 二、一九八一年 太空梭完成首航 三、一九八五年 发射太空实验室 四、一九九零年 太空梭江 哈勃太空望远近 安放在太空 二、十一资讯科技的发展 一、电脑硬体 一、体积越来越小 二、功能越多样化 三、价格也越低廉 二、电脑种类与应用 一、一功能种类区分 一、超级电脑 二、中型电脑 三、工作站 四、个人电脑 二、笔记型电脑工作地点 不再局限于办公室 三、网际网路天涯若比零 四、数据机电话使用者 得以利用网际网路资源 五、唯独光叠机 多媒体市场急剧发展 三、未来发展 一、计算速度更快 更快速处理器的出现 和智慧型电脑的成熟 二、自动化事物的普及 自动驾驶车 家用机器人的发明 二、十二 人造卫星与大众文化 一、人造卫星的功能 一、预测气象 二、开发资源 三、保护生态 四、搜求考古遗址 五、革新电讯和传播事业 二、对大众文化的影响 一、文化无国界 世界各地同步收视地球上的重要事件 文化国界逐渐消失 二、美国大众文化影响世界各地 美国摇滚乐 电影、牛仔裤 素食影响世界各国 形成无法阻挡的力量 二、十三 资讯科技与大众文化 一、电脑的用途 一、初期 军事和科学的计算 二、现在 商业用途 个人娱乐 二、电脑的普及对大众文化的影响 一、娱乐新潮流电脑辅助教学和电脑特效 二、大众化娱乐电脑游戏 时代新挑战 二、十四人口问题 一、低开发区人口爆炸 一、原因 一、医药发达 二、小 managers 人口增加 二、人口增加 二、充 Fleisch 二、充贼 食 мин 二、生生肿 gaard 二、 rains FNot 二、成年 人口增加 二、灯 还得增加 那么多 二、何・・・ 何地变健康 抚养负担过重 二十五环保问题 一环境变化 各国发展工商业 地球环境愈来愈不适合生物居住 二环保问题 一高文明高消耗 人们大量消耗煤石油砍伐森林 二环境破坏的警讯 一 大气中 A温室效应地球温暖化、沙漠化 B臭氧层被破坏 C酸雨 D热带雨林消失 二 平地上温室效应 A食物供应枯竭 B海平面升高 C水资源污染 二十六疾病问题 一 癌症 一全球工业化国家 癌症为国民死因之首台湾也不例外 二 癌症的发生与工业文明的发达关系密切 二 癌症病 一有 二十世纪黑死病 支撑 死亡率远超过癌症 二 全球感染人数 二十世纪末 全球感染人数达一亿两千万人 三 三最多地区 1990年代 感染人数以非洲和北美洲较多 四 亚洲逐年增加 一 1990年 亚洲出现八十万新病例 二 1984年开始 台湾艾滋病患者和感染者急剧增加 2001年统计 病例超过三千 二十七失业问题 一 起因 一 机器取代人工 二 劳工工作于求 三 人口不断增加 二 面临的难题 一 解决失业问题 二 安排休闲问题 三 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 TOP HTT 帽号双斜线user.nksh.tp.edu.tw.teachingweb-tjq